第2801章破绽 毕竟同等级别之下 人族强者完全无法跟邪物相提并论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共识 这种情况下 谁又愿意去找死呢 所以此刻在说完之后 云林轩便颇为紧张地看向薛安 他怕这个少年也跟其他人一样 面线金句之色 可他想错了 此刻的薛安非但没有半点疑难之色 反而满脸的兴奋 没错 就是兴奋 这种奇怪的神情令云林轩都有些不明所以 然后呢 你想让我做什么 薛安兴致勃勃地问道 云林轩强自压下心中的疑惑 陈生言道 我想让你帮我对付这些误强者 好 我答应了 几乎是在云林轩话音刚落的时候 薛安便已点头应允 如此干脆利落的应允 再次出乎云林轩的意料 他忍不住言道 公子 这次我们对付的可是强大到难以想象的邪恶王者 我知道啊 不是这样的存在我还不会答应你呢 薛安淡淡道 云林轩 不过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毕竟我的实力在这忠誉来说根本就不拔尖啊 薛安言道 云林轩苦笑一声 因为您是令我嫌断之人 令你嫌断之人 薛安有些没听懂 云林轩点了点头 当初在逃出云家之后 几番辗转之下我最终投奔了楼外楼 然后败在一位老师门下 我的情记便是跟这位老师学的 而这位老师在教完我情记之后 又赠予了我一架古情 当时他赠情之时便曾对我言道 说是日后若有人能令自己嫌断 那就是自己心中所想即将达成的时候了 至此薛安方才想起当日在林安将军府中自己偷听云林轩谈情 惊叹其情记之时也感叹于他情声中所承载的复杂感情 这才出言叹息 却没想到就是这句话令云林轩的情嫌断了 原来如此 后面你主动邀请我来中狱参加这次的总文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是 当时我在得知您就是令我嫌断之人后 便想邀请您来中狱 结果您却拒绝了 云林轩的脸上现出一抹苦涩之色 我当时甚至都已经绝望了 认为老师的预言也做不得准 结果没想到峰回路转 您最终还是来了 却安巍巍一扬眉 我还是搞不太明白 你为何非要在这次的总文会上动手呢 很简单 这次的总文会 这尊邪恶王者也是会出席的 这将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否则若是等他退回自己的领地之后 我们就更难有机会接近了 云林轩言道 至此却安心中所有的疑问全部解开 他点了点头道 好 那我便帮你一次 云林轩激动不已 俯身又是伊礼 多谢公子 大恩大的林轩没齿难忘 不过这尊邪恶王者到底是什么来路 我一无所知 若要动手的话 最好还是有所了解才好 这个您放心 我早有准备 说着 云林轩从秀中拿出了一颗光球 轻轻一点 立即便投射到了面前的虚空之中 浮现出了一幕幕景象 这些景象有些模糊不清 有些跳动不定 都看不太清里面的内容 但也有些是很清晰的 比如当其中一幅画面定格之后 所呈现出的赫然便是一只巨大无比的章鱼怪 这也是团人第一次见到云林轩口中的仇人 所以当见到这幅画面之后 他不由得惊疑一声 咦公子 这不就是来的时候我们所见到的那尊邪物吗 什么 你们来的时候居然见到这尊邪物了 云林轩震惊道 对啊 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云林轩面色凝重道 逃 我们没逃啊 是公子将这只怪物给打跑了啊 团人审声道 闻听此言 云林轩一脸震惊地看向薛安 公子 团人所言可都是真的吗 薛安笑着点了点头 是真的 但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我们确实遇到了这尊邪物 可那应该只是一个投影而已 投影 没错 出着薛安便将事情的经过大概讲述了一遍 听完之后 云林轩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但公子您能在面对这投影之时都怡然不惧 甚至敢于出手应对 可见您果然神勇无双 云林轩由衷赞叹道 这些年来他见过太多平素牛皮吹的山响 可等遇到真章的时候便吓得尿了裤子的所谓好汉了 相比之下薛安的表现可谓完美 对此薛安只是淡然一笑 神勇二字还谈不上 但以我的观察 这尊邪物的投影都如此厉害 那么他的本体将更为强大 所以等到总文会上动手的话 我们必须提前做出准备 云林轩点了点头 公子所言善事 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停歇 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搜集这尊邪物王者的信息 最终让我找到了一个破绽 哦 什么破绽 薛安眼前一亮 这尊邪物王者确实堪称无敌 若是想单靠我的实力去报仇 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越是强大的存在 便越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弱点存在 而这尊邪物王者最大的破绽跟弱点就是这 说着 云林轩缓缓瘫开手 手心之中赫然便是那块古镜碎片 薛安心中一动 古镜碎片 没错 这乃是我在无意间的来的宝物 结果发现这尊邪物王者也在一直搜寻这种东西 可他搜寻的目的并非是将其及其而是销毁 在通过其他汇总而来的信息 我最终推断这些不知名的古镜碎片 显然对这尊邪物王者有着极强的克制力 以至于令他不遗余力地搜寻并销毁 听到云林轩的讲述 薛安面现沉思之色 而云林轩这时则有些傲丧地说道 可惜我费尽心机 苦苦搜寻这么多年也只是找到了这一块古镜碎片而已 若是再有几块 到时候我们的胜算一定会更大 如你这般的碎片 我那也有一块 薛安忽然言道 云林轩一惊 抬头看向薛安 薛安微笑道 而且应该比你手中这块还要大 第2802张花痴至无可救药 这一瞬间 云林轩就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要知道为了找到其余的古镜碎片 这些年来他绞尽脑汁 用尽各种办法 可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 甚至于后期他都已经彻底绝望了 认为这种古镜碎片除了自己手中这块外 其他的都已经不存在了 万万没想到 今天居然能从薛安口中得知其他碎片的消息 而且比自己手中这块还要大 真 真的麻 云林轩强忍着激动的心情 产生言道 薛安淡淡一笑 这种是我还能骗你麻 那 能让我看看麻 当然可以 只是我嫌带着他麻烦 于是便将其给了自己的徒弟 现在正在客栈之中呢 那我们现在便回客栈吧 云林轩连一刻都无法等待了 毕竟忍辱负重地筹谋了这么久 为的就是报仇 可直到今天他才算真正看到了复仇的曙光 至此他终于相信了教会自己情记的那位老师的话 一旦遇到令自己嫌断之人 那就是自己即将的长所愿之时 一念至此 云林轩激动的浑身都在发烫 薛安自然也看出了他的激动 不由得唯唯一笑 也好 那咱们现在便回去 从楼外楼到薛安所住的客栈需要穿过大半个西华城 尽管云林轩心中十分焦急 却也只能耐着性子坐在马车之上穿城而过 他很清楚来的时候团人是跟着薛安一起飞过来的 可回去的时候总不能自己也跟团二一样牵着薛安的手一起飞吧 想到这 他偷偷看了一眼坐在车窗前的薛安 此时窗外的光投射近来照在薛安的脸上 为他的侧颜描上了一层浅浅的银灰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云林轩这个角度看去 正好可以看到薛安那双深邃的眼眸 虽然他一直在凝望着窗外 可散发出的射人心魄的光辉还是令云林轩的心跳都为之停顿了半拍 这些年来他也见识过无数少年俊艳 其中不乏清灵秀气之辈 可没有一个能挤得上窗前这个百一少年之万一 这个少年当真是钟灵玉秀之所在 云林轩正在胡思乱想 旁边的团人则早已被薛安迷的神魂颠倒了 等云林轩稍稍冷静下来后 看着团人那神不守舍的模样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然后悄悄伸出手来掐了他的腰一下 哎呀 团人惊叫一声然后看向云林轩 小姐 你掐我干什么 这一想动另窗前的薛安也侧头看来 云林轩的脸疼一下就红了 啊 没事 刚刚有只虫子落在了你的衣服上 我已经替你掐死了 虫子 团人看了眼这架布置豪华的马车 疑惑道 这里面有法阵隔绝 怎么会有虫子呢 云林轩连胖揍一顿团儿的心都有了 咬牙道 我说有就有 哪那么多废话 看着含羞带怒的云林轩 团人这才恍然明白了些什么 赶忙点头道 对对对 刚刚确实有个虫子爬到了我身上 我刚想驱赶就被小姐你掐死了 谢谢小姐 小姐你掐得真好 云林轩 这个死团儿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解释了 这不露现了吗 他心中暗恨 果然就听薛安唯唯轻笑一声 刚刚还真是有个虫子飞过去了 云林轩尴尬的脸动物了 刚想说什么 就在这时 这架马车拐入了一片颇为繁华的街区 这里坐落着大大小小的促食家书院学府 乃是西华城学院最集中的区域 那些从书院中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冲淡了车厢里的尴尬 薛安也随之转头看向了窗外 云林轩暗暗松了口气 然后狠狠瞪了团人一眼 团人一缩脖子 善善一笑 云林轩当然也不会真的去训斥这个跟自己情同姐妹的小丫鬟 他只是有些恼火这个团人刚刚的花痴而已 就算你再怎么喜欢他 也不能表现得如此明显吧 就差流口水了 正当云林轩斟酌辞聚打算好好殉道团人一番之时 车窗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杂乱的人声 有人高声喊道 快快快 大家赶紧去西越客栈那边 有大热闹看了 什么大热闹 旁边有人问道 你们难道都没听书吗 在临安文会上七十道名剽窃诗词的那个薛安已经来西华城了 就住在西越客栈那 现在金汉书院的寇学长还有新师馆的上师姐带着一干学长 学姐们都已经过去了 什么 那个七十道名之徒居然敢住在咱们这片街区 真是好大的胆子 有人冷声道 没错 必须得给这个乡下来的小子一个教训 一时间外面群情激愤 然后便听脚步声响起 显然这些人已经往那西越客栈赶去了 车厢中安静的可怕 云林轩就觉得自己的心都究竟成了一团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薛安的手段的 知道这个白衣少年那清秀的外表下实则隐藏着一颗丝毫不肯迁就的灵魂 李若是没有招惹到他还便罢 若是招惹到了那就等着无比酷烈的报复吧 关键这些人不但说话难听 还敢主动上门去挑衅 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 果然就在这时 但见薛安的嘴角微微扬起 脸上浮现出一抹冰冷至极的笑容 有意思 居然敢上门去找我的麻烦 那我倒要见识一下这些人的手段了 没错 这些家伙简直太可恶了 居然敢诋毁公子明是欺世道明之辈 必须狠狠教训他们以下 团人气得小脸通红 唯恐天下不乱地喊道 薛安没有吭声 但下一瞬坐下的这架马车便开始疯狂提速 朝着西越客栈的方向便飞奔而去 与此同时 西越客栈门前的这条街道真可谓是热闹非凡 促使家书院的学子们齐聚在门前 将这条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 而就在众人环聚的中心位置站立着几个人 这几人有男有女 全都衣着考究 气质不凡 领头的乃是一名穿着月白色公子衫的男子 只见他手拿一柄折扇 淡然而立 称得上俊秀的脸上满是惊傲之色 正在打亮着面前这座客栈 第2803章居心伙策案中煽动 寇师兄 这就是西越客栈了 林安玉德纳的薛安此刻就住在这里面 旁边有人对他解释道 这人名叫寇征锋 乃是来自金汉书院的高材生 即便是在这西华城中也称得上小有名戏 他自然知道前面这栋建筑就是西越客栈 可他摆的就是这个谱 因此在听完随从的解释后 他们的一开折扇 语气淡然道 哦 这么说来这个薛安还真是好大的架子呢 咱们这么多人都到了这 他却躲在里面不肯出来麻 说到最后 与带讥讽之意 周围的人全都扑吃一乐 有人言道 扣学长 我觉得这个姓薛的不是架子大 而是胆子小吧 没错 估计是看咱们这么多人来兴师问罪 吓得不敢出来了 一时间群情汹汹 扣针锋眼中闪过一抹的意之色 他要的就是这种一呼百应的感觉 为此他不惜费尽心机的暗中煽动气氛 让人们都来这西越客栈之前闹事 为的就是培植自己的威望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切皆因为即将到来的总文会 这场总文会不光吸引了天下各域的才子文人 西华城的各大书院更是蠢蠢欲动 金汉书院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这金汉书院虽然乃是各大豪商集资所建 可称得上是财大气粗 但毕竟根基尚浅 之前靠着便撒金钱还能维持一些财明 可等到这总文会上就什么都不算了 可扣针锋是个很有野心的人 他想在总文会上博取名望 而不是做其他人成名的背景板 可这谈何容易 扣针锋虽然自负 却也知道就凭自己的才学 是万万不可能在天下群雄中脱颖而出的 若想达成自己的目的必须另辟蹊径 为此扣针锋名思苦想 还真被他找到了一条可行的办法 那就是尽可能的在总文会之前 培植起自己的威望来 等到自己威望达到一定层次 虽然文会还未开始便已经赢得了先手 这时候再搭配金汉书院的金元公事 并可以在总文会上扬名利万 这个法子一提出立即得到了 金汉书院幕后那些好商们的大力支持 这令扣针锋倍感振奋 可办法虽然有了 最关键的一步要怎么去进行呢 为此扣针锋大费脑筋 却始终不得要领 直到前几日 扣针锋偶然听人说起了一个消息 来自林安玉的薛安也来到了西华城中 并报名要参加这次的总文会 开始的时候扣针锋并未在意这件事 虽然他也知道这个薛安 就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 那个欺世道明之徒 但那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相反扣针锋内心深处 还有些羡慕薛安呢 自己要是能有他那么好的资源就好了 到时候自己一定不会像他那么傻 一股脑的将所有诗词都抄出来 而是细水长流一点点的往外抄 那样的话 自己这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但等后面他又听人说 这个薛安居然就住在了 离此不远的西越客栈之中 这个消息让扣针锋一个机灵 然后便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既然大家群情汹汹 都对这个靠剽窃诗词扬明的薛安十分不满 那自己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情绪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呢 扣针锋越想越觉得这条路可行 不禁十分兴奋 但他是个很谨慎的人 他怕这个薛安再有什么背景 因此并未急于动手 而是先私下调查了一番 这一调查 他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 这个薛安并无任何背景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来自偏远小域的文人而已 这下扣针锋彻底放了心 旋即便开始着手准备这件事 这么大的事靠他自己一个人当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便召集来几位好友开始密谋这件事 今天发生的所有事其实都是他在幕后一手推动而成 当他站在这西岳客栈之前 身后是黑压压一片雪紫 扣针锋就感觉自己神清气爽 握扇子的手都因为激动而微微站斗起来 这就是权力以及威望加深的感觉嘛 自己一定要把握住这种感觉 因为日后的自己可是人上人啊 想到这 他脸上的笑容不惊更盛 然后淡淡道 诸位 既然这位薛安连面都不敢录 可见他确实心中有鬼 咱们冲进去当面质问于他好不好 好 就这么办 身后传来轰然应抹之声 扣针锋面带笑容一马当先的往里冲去 若换作其他时候 他肯定不会坐着冲在最前面的人 毕竟那样太危险了 不符合千金之子做不锤唐的规矩 可今天不一样 他事先已经打探好了 这次跟薛安来的都是一些林安玉的文人 根本没啥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敢一马当先的往里冲去 可就在他马上就要冲进客栈中时 本来空无一人的客栈大门之中 突然跃出了一道身影 并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这是一名秀美的少女 面容冷峻地站在客栈门前 一言不发地看着扣针锋等人 突然出现的身影令扣针锋心中一惊 立即停住脚步 可当看清只是一名少女后 扣针锋这才放下了心 然后冷声道 姑娘 我们要进客栈之中找那七世道明的骗子薛安 你速速闪开道路 少女的眼中燃烧起熊熊的怒火 我师父不是七世道明的骗子 师父 那薛安是你师父 扣针锋一愣 反问道 少女正式认您 只见她点了点头 是 扣针锋回头看了眼跟来的众人 然后便齐齐大笑起来 真是笑死人了 七世道明之辈居然也能收徒了 小姑娘 你是被骗了吧 拜她学什么 学怎么到师麻 种种嘲笑的话语令任您面色涨红 最终忍不住怒吼一声 够了 我不许你们再诋毁我师父 扣针锋笑容尽朗 姑娘 我最后再说一句 赶紧让开道路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任您哪里吃她这套 对她怒目而逝 理才是居心不良之辈 扣针锋勃然大怒 她心中确实有鬼 但被这个小姑娘当众拆穿 让她有些下不来台 哼 有其是必有其图 给我滚 说吧 扣针锋仰手便是一记耳光 第2804章忍辱负重 啪 伴随着一记响亮的耳光声 任您的左脸背影生生 擅出了一个红红的巴掌印 可即便如此 任您依然没有丝毫的退缩 反而抬起头来 以冰冷至极的目光盯着扣针锋 扣针锋被这个眼神盯得心底寒气直冒 可眼下这么多人都在背后看着自己呢 肯定不能耸 因此她强制镇定道 看什么看 再不滚开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这种嚣张的言论与行径令许多人暗自皱眉 身为学子怎能如此对待一个弱女子呢 可不管扣针锋怎么叫嚣 任您都没有任何魔动位置的想法 只是冷冷的看着她 扣针锋心中越发的慌乱 情急之下仰手又要动手 就在这时 就听一声冷喝 助手 紧接着圣洪倩以及牛大力等人便匆匆赶到 之前他们都在各自的客房之中休息 只有任您坐在一楼大厅之中等候着薛安的归来 所以当扣针锋等人出现后 她才会第一时间出面阻拦 而圣洪倩以及牛大力等人的动作也不慢 几乎是在听到外面响动后的第一时间便往门口赶来 等赶到这里之后正好看到扣针锋又要对任您动手 情急之下圣洪倩方才冷喝一声 等赶到近前后 圣洪倩一眼便看到了任您脸上的巴掌印 神情一寒 立即抬眸看向了对面的扣针锋 是你打的 扣针锋一见来了这么多人 其中的圣洪倩以及牛大力等人更是一看就不好惹 不由得气势一致 但随即她想到自己这次可是率领招树时家书院的精锐呢 因此一仰脸 是我打的又怎样 谁让她堵着门口不让开呢 好小子 居然敢打任姑娘 爷爷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一下 刘大力喊道 大哥 对付这种绣花枕头还用得到你麻 交给二弟我就行了 我保证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张小强英策策的言道 经过这段时日的相处 牛大力以及张小强等人都对生性恬静的任您敬爱有加 这不光是因为任您乃是薛安的徒弟 更重要的是这个姑娘与世无争 却又能与人为善 哪怕是对牛大力以及张小强这种混迹于江湖的草莽之辈 任您都不曾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偏见 因此这些人都已经将任您是做了自己的妹妹 此刻见他被打 当然不肯容饶 而牛大力和张小强二人的叫嚣也拎着口争锋面色一白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强撑着胆气言道 你 你们想干什么 这里可是西华城 不是任由你们胡来的地方 哟 这时候说不能胡来了 你刚刚打我们任姑娘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啊 郑洪倩亦是冷笑言道 出身于风月场的他可谓见惯了扣针锋这些人的嘴脸 因此说起话来毫不客气 你 你什么你 亏你还是个男人呢 居然肆意欺凌一个弱女子 对得起你下面那二两肉麻 大哥二哥 今天别给他客气 好好教训教训他 好了三位 你就请好吧 刘大力宁笑一声便要动手 正在这时 任您却忽然伸出手来拦住了他们 不要动手 嗯 任姑娘 这是什么意思 刘大力满脸疑惑地看向任您 郑洪倩亦是颇感不解 任您面色沉静 缓缓道 你们不要忘了 师父他是来参加总文会的 就这一句话便点醒了盛洪倩以及牛大力等人 正如任您所说 薛安此行为的是参加总文会 而扣针锋等人代表的则是西华城的广大学子 如果没等总文会开始就得罪了以扣针锋为首的这些人 那必将为薛安的总文会之行平添许多变数 在场的都是老江湖 自然一点就透 因此西街沉默了下来 扣针锋当然也不傻 只是见到圣洪倩等人脸上的神情便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经得意地冷笑起来 嘖嘖 看来你们也不是真傻麻 既然知道现在不能得罪我们 那还不赶紧让薛安滚出来 我师父没在 任您冷冷道 没在 呵呵 你觉得我会姓麻 确实没在 师父他刚刚出去了 少说废话 让开道路让我们进去检查一下 否则今天的事休想了结 扣针锋气势汹汹的言道 可也就是在这时 自远处的街道之上传来一个冰冷淡漠以及的声音 李说对了一句话 今天的事可没那么容易了结 伴随着一阵马蹄声响 人群分开了一条通路 一辆马车从中穿行而过 来至了众人面前 当见到这辆马车之后 许多人交头接耳小声地议论起来 这是谁 看马车的样子似乎是楼外楼的啊 楼外楼 那不是专攻女子修行的道场吗 来这里干什么 议论声中 这扣针锋的神情也为之一领 心中不由紧张起来 刚刚那句话他可都听到了 关键这辆马车还是楼外楼的 莫非楼外楼的人也要介入这件事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件事可就有点棘手了 毕竟无论是影响力 还是学院的综合实力 金汉书院都无法跟楼外楼相提并论 正当他紧张不已之时 圣洪倩还有牛大力等人却是心中一松 然后便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向这个扣针锋 刚刚那句话他们也都听到了 很明显那是薛安说的 所以他们一声不吭地往后退了半步 抱着胳膊好整以暇地看着 与此同时 马车的车帘掀起 然后团人率先走了下来 一件是个丫鬟打扮的女子 扣针锋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如果只是个小丫鬟的话 那事情还不算太糟糕 可他还没来得及庆幸呢 就见团人落地之后便恭恭敬敬地站到了一旁 似乎在恭候什么人的到来 紧接着一只纤细修长的手伸出来 而后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张如花椒眼 人群先是一静 旋即便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赤云姑娘 天哪 楼外楼的花魁云姑娘怎么也亲自到来了 第2805张我薛安的土地 不用忍入负重 惊呼声中 扣针锋就觉得自己的眼皮疯狂跳动起来 他最担心的是果然发生了 来者居然是楼外楼的当家花魁云林轩 这下事情可大条了 他深知这个女人的厉害 知道他可不是一般人可以胡弄过去的 但是已至此 说别的也没用了 他只能一恒心 然后强自镇定心神 脸上则换上了一副人畜无害的笑脸 快不赢了上去 哎呀这不是云大家麻 您怎么来了 金汉书院的寇争锋这箱有礼了 可他的这番话根本没有激起任何波澜 因为云林轩连正眼看都没看他一眼 落地之后便也功利到了一旁 公子 客栈到了 云林轩沉声言道 就是这个举动令全场都随之安静下来 许多人的脸上更是浮现出骇然之色 云林轩何等身份 那可是堂堂楼外楼的当家花魁啊 即便是在卧虎藏龙的西华城中都算是顶尖人物 这样的存在根本就不是在场这些普通学院的弟子们可以仰望的 只有诸如山外青山等顶级书院的真传子弟才有资格跟他平起平坐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在下了马车之后居然也要恭敬而立 只以晚辈里 那马车之中的人身份该有多高 扣针锋更是停住了脚步 神色变得金黄起来 就在这时 但见一道身影弯腰走出车厢 然后便站在了车员之上 这是一名身穿白衣的少年 长身玉力地站于车员之上 白衣飘动如飞 真如天人降临一般 不说别的 光是这出场的气势便直接压过了在场这所有的人 许多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闪过 这人是谁 为何如此着然 团二的眼中习惯性地浮现出迷醉之色 就连云林轩此刻也不得不承认 这位薛公子的脉香着实可以力压群雄 登顶第一 而也就是在这时 就见任您快步冲到近前 恭身失礼道 师父 这一声师父另口争风震害欲死 什么 这个少年居然是他的师父 那他岂不是就是那的从林安玉而来的薛安了 薛安垂下眼眸看向任您 第一眼便注意到了他脸颊上的那个巴掌印 眸光不由一朗 站起身来 是 任您站起身来 坦然面对着薛安的目光 薛安淡淡道 脸还疼麻 任您摇了摇头 当时还手了麻 没有 为何不还手 任您沉默了 盛宏倩见状有些着急 上前一步刚想解释 薛安摆了白手示意他退下 然后冷然一笑 因为我要参加总文会 你怕耽误了我的计划 所以才不敢还手的对麻 任您默然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糊涂 毕生爆喝震动全场 也让本来骚动不安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 就见薛安的脸上满是肃杀之色 你师父我要做什么事还不需要看他人的脸色 更不需要自己的徒弟为了所谓的大忌而忍辱负重 我的徒弟向来只需要遵循一个原则 那就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不管对方是何等奢侈人物 这个原则都不会有丝毫改变 所以薛安缓缓道 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吗 任您目中泪光引线 然后重重点头 知道了 知道了那还不去做 我可从来不相信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屁话 因为我有仇向来都是当场变报了 我徒弟也要如此 薛安语气淡然道 任您这次没再废话 直接转过身来潮愣在原地的扣针锋走去 扣针锋不是傻瓜 见任您向自己走来就知道事情不妙 不禁有些惊慌失措的言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 我 啪 话音未落 任您便已冲动进前 然后一记耳光将他后面的话都给打了回去 呜呜呜你 你这个泼妇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一巴掌扇得极狠 鲜血顺着扣针锋的嘴角往下流淌 令他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含糊不清了 可这还不算完 任您抬起另一只手又恶狠狠地扇了过去 啪 这记耳光更为响亮 扣针锋都要被扇蒙了 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任您 似乎在问为什么要扇我两巴掌 任您淡淡道 这一巴掌是利息 说吧 任您转身便来到了马车进前 师父 愁爆了 屈安一笑 心情如何 闯爆了 任您说道 以后知道怎么做了麻 知道了 谁再敢打我 我就会当场加倍地打回去 错了 不是加倍 而是十倍还之 明白了麻 明白 欺辱之仇 十倍还之 缺安哈哈大笑 说得好 想做我的徒弟 就得有这样的霸气才可以 小声震动四野 全场无一人敢言 哪怕是挨了两巴掌的扣针锋 在缺安身上那股威势的压迫下 都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满来 尽管他的心里已经骂翻天了 可表面上却还是乖乖地站在那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 因为此刻的他已经看清了场中的形势 自己所得的情报明显有误 这个缺安绝非一般人 不说别的光是他身上这股狂暴的威势便不是一般强者能拥有的 可哪怕是这样 依然阻挡不了他心中的怒火 小子 你就是个人实力再厉害又能怎样 别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等我从这里出去后 一定要加倍报复回来 尤其你本身就涉嫌抄袭失词 到时候众口朔惊之下 你估计连总文会的大门都进不去变得被淘汰掉 寇征锋的心里暗暗盘算着 正在这时 血安凭空而行 信不走下马车 然后来至了他的面前 你心里是不是很不服气 寇征锋浑身一僵 旋即便抬起头来强笑道 当然不是 血安却没理会他的否认 淡淡道 你是不是在想等从这里出去后 便要加紧筹划报复回来 寇征锋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其实你心中所有的想法我都知道 包括你暗中煽动是非 召集这些人来这里闹事 好以此树立起你微信的计划 我都一清二楚 血安语气淡然道 寇征锋脸颊上的肉都开始疯狂跳动起来 目中献出惊恐之色 血安摇了摇头 可你错不该用我做你近身的阶梯的 第2806章你觉得他有多高 饶命 寇征锋已近乎身影的语气 喊出了这两个字 这也是此时此刻他唯一能做的 饶命 血安嘴角上扬 目中献出戏虐之色 现在才说这两个字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言罢 一股棒驳威势轰然降临 咔嚓一声 寇征锋被声声压跪于地 膝盖尽成鸡粉 从你打算踩着我扬明的那一刻起 你就应该预料到会有这一天 如果你知尽未尽早收手的话 也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可你没有 却安抚下身 凝望着寇征锋那惊慌失措的双眸 语气玩味道 李贝利益蒙蔽了双眼 一门心思地只想着借此扬明 却从未想过会因此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直到死亡临头你才感受到了恐惧 才学会了求饶 可你觉得 这有用吗 寇征锋整个人抖落筛康 额头上更是挂满了冷汗 我 我错了 却安善然一笑 你并没有错 相信就算此时此刻 你的内心深处依然不认为自己错了 只是觉得收集的情报有误 导致你落入了现在这般境地 对吗 寇征锋的脸色从铁青渐渐化作死一般的苍白 呆愣愣地看着薛安 薛安缓缓站直身躯 语气淡然道 其实你这么想也没错 所有的一切最终都要靠实力来说话 如果我实力不济 那此刻跪在地上的人就会是我了 所以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麻 寇征锋就感觉自己浑身的肌肉都因为最后这句问话而绷紧了 尽管薛安的语气轻描淡写 可寇征锋还是从中感受到了一股强烈至极的杀意 他很明白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 那下一瞬自己就要人头落地了 因此他不顾一切的以斯雅的嗓音吼道 你不能杀我 我乃是金汉书院的人 更是西华城无数学子的代表 你杀了我就意味着得罪了整个西华城的学子 可没想到薛安根本不畏所动 哦 那然后呢 然后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有什么理由能让我不杀你麻 薛安淡淡道 寇征锋的瞳孔瞬间收缩为针尖大小 因为他知道 自己刚刚的那番话失效了 面前这个白衣少年根本就不在乎自己所说的那些 这是一个看上去宛若稚嫩少年 实则内心冷静的可怕的存在 赤俗的利害关系根本无法打动他分毫 这一刻 寇征锋真的慌了 只见他扭过头来冲着新诗馆的上海红以及其他跟自己结成同盟的人吼道 这件事跟你们也有关 你们休想袖手旁观 快替我求求情 我不想死啊 寇征锋歇斯底里 与吴伦次的言道 以新诗馆的这位上海红为首 这些书院中的精锐弟子们一阵的骚动 而后就见这位被广大书院弟子尊称为师姐的上海红战战兢兢的上前一步 深诗意里道 大大人 这件事都是由寇征锋主导的 他对我们演讲的事等事成之后便会给我们诸多的好处 我们一时历令致婚 所以才答应了下来 请大人责罚 上海红很干脆的将所有的事都合盘托出 没有任何的隐瞒 因为他是个很聪明的人 自然清楚面前这个白衣少年是个什么等级的存在 不说别的 光凭他以自身所散发出的威势变能压的全场无人敢言 就可知他的实力有多恐怖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的隐瞒都是在找死 只有坦白一切才能争取一线生机 果然 当听完上海红的话后 薛安淡然一笑 意犹所指道 你很聪明 上海红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可下一秒薛安所言的话又令他的心放了回去 不过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 上海红暗暗长出一口气 然后满脸感激地冲薛安在行医里 度谢大人饶命之恩 薛安没有理会他 而是转头看向了已经单若目击的寇征锋 还有什么想说的麻 寇征锋张嘴欲言 可薛安这时却摇了摇头 算了 有些烦了 说吧 薛安伸出手来摁住了寇征锋的头顶 冲上海红微微一笑 你觉得他有多高 上海红一愣 不明白薛安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但他不敢沉默 立即言道 大概八尺左右吧 错 他只有一尺 话落 就见薛安的手掌猛一用力 寇征锋连横都没横一声 脑袋便被压进了胸腔之中 但这还没完 薛安手掌的压势没有丝毫停顿 寇征锋的体内传来一阵霹里啪啦的骨骼爆裂声 而后胸腔也被生生压碎 在下面的是腹腔 盆腔 双腿 最终 身高足有八尺的寇征锋便被薛安以单手印生生压缩为一块高于持续的肉饼 鲜血奔勇蜿蜒 全场死一般的安静 这帮书院的学子们都被眼前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给吓呆了 很多人的面色惨白如指 身形更是摇摇欲坠 显然都快要晕过去了 上海红自认为自己算是个狠人了 不然也不能靠女子之躯在这卧虎藏龙的西华城中 闯出一番名声 可今天他知道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很是离谱 跟面前这个谈笑间便将人活生生压成肉饼的少年比起来 自己那所谓的狠利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可笑 上海红不可自控地站斗起来 同时感觉后脑勺凉风阵阵 脸色更是苍白到近乎透明的地步 甚至连牛大力还有张小强等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早已见识过薛安的手段 可当看着薛安面色淡然地将一个大活人压成肉饼 还是忍不住心惊肉跳 与此同时 薛安缓缓站起身来 此刻的他除了手掌沾满了鲜血之外 身上的白衣依然一尘不染 郑洪倩紧走几步 双手避上了一块白毛巾 薛安性手接过 慢条丝里地擦拭着手上的鲜血 全场依旧静得可怕 甚至可以听到许多人那因为过于惊惧而为之散乱的喘息声 没有人敢说话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薛安发言 这一瞬间 盛洪倩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念头 以一人压的全场无人敢言 这就是真正强者的威势麻 第2807章无人敢言 一念至此 盛洪倩的头部筋埋得更低了 可身躯却因为激动跟兴奋而微微战斗着 薛安擦干手上的鲜血后 随手丢掉那块毛巾 然后扫视全场 视线所过之处 人皆低头 你们此行而来所为何时相信你们都很清楚 现在窜夺你们来的人已经死了 我只想问 可有不服之人 全场静默无言 很好 看来没有不服之人了 薛安点了点头 语气淡漠道 那就散了吧 一声令下 在场的这些人先是一愣 旋即才轰然而动 争先恐后地跑远了 刹那间 刚刚还将整条街道都给围了个水泄不通的人群 就此散了个无影无踪 而这番霸气十足的话语更是另在远处观望的团人目中一彩连连 激动地拽住云林轩的胳膊 小声言道 小姐小姐 你看到了吗 公子真的好帅啊 云林轩当然没有团人那么花痴 可也被薛安刚刚的那番举动深深震撼了 为了自己的徒弟 他就敢肆无忌惮地当街杀死一个书院的精锐弟子 这个薛安还真称得上一句无法无天呢 但就是这种无法无天 却让云林轩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心安 因为这些年来他见过太多平时满嘴的人意道德 可以有事就为利益说话的所谓聪明人了 跟那种人打交道 你永远都要让自己有价值 否则便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掉 比如今天这件事 换做其他聪明人的话 大概率是让自己的徒弟一忍了之 毕竟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有利益重要吗 这也是扣征锋之前赶那般嚣张的原因所在 在他看来 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姑娘而已 打了就打了 最多事后走葛行事到葛芊也就是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 不但不吃这一套 他还将桌子都给先了 可就是这种行为 让云林轩感到了安心 因为他明白 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永远不必担心 因为利益上的变动而被抛弃 正当云林轩暗自思考之时 薛安转头对任宁说了句什么 任宁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拿出了一方古镜碎片 正是薛安之前 于龙虎寨后山所得的那块碎片 拿到这块古镜碎片之后 薛安迈步走到云林轩身前 云姑娘 这就是我所说的那块古镜碎片了 云林轩文言极为激动 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 说着薛安便将手中的碎片递了过去 云林轩小心翼翼地揭在手中 果然 这块古镜碎片比自己手中那块要大上不少 可当云林轩翻来覆区地打量了半天后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奇怪 这古镜碎片怎么没有灵性 对于这种古镜碎片来说 灵性是最重要的 比如云林轩手中这块 虽然不能言语无法沟通 却能听懂云林轩的命令 从而成为了他手中最重要的大杀器 可薛安给他的这块古镜碎片表面 却是空荡荡的 感受不到丝毫的灵性 不 那是因为我封印了他的灵性 嗯 你为什么要封印他的灵性啊 云林轩奇怪道 薛安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古怪 这个骂 你很快就知道了 说着 薛安身出手来在这块古镜碎片上轻轻易服 刹时间 就仿佛撕去了一层薄膜一样 这块古镜碎片立即大放一彩 紧接着他便从云林轩的手中跃出 然后围绕着云林轩转了两圈 碎片的味道 没错 确实是碎片的味道 女人 你身上有碎片的味道 还不快快显出来 这块古镜碎片恶狠狠的言道 你居然 会说话 云林轩从正恶之中心醒过来 难以置信的言道 废话 本大爷何等存在 岂能不会说话 废话少说 赶紧把你身上的碎片乖乖献出来 这样的话本大爷还能给你一个面子 否则小心本大爷把你的衣服都给扒光 这古镜碎片语速极快 说起话来真好似连猪炮一样 至少云林轩就有些听晕了 你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女人真是麻烦 算了 我自己进去找吧 说着 这块古镜碎片便要往云林轩的袖口里钻 可就在这时 薛安伸手拍了他一下 啪 这一巴掌打的他一个猎切 在空中翻滚了几圈方才挺稳 然后薛安淡淡道 这是我的朋友 这块古镜碎片一见到薛安 本来嚣张的气焰立即便熄灭了 然后换作一副极为谄媚的语气 哎呀原来是大人您的朋友啊 小的我真是有眼无珠 还请姑娘不要怪罪 而且小的我刚刚也只是因为感受到有其他的碎片存在 一时激动之下才做出这种事的 这块古镜碎片以及快的语速讲述着乱七八糟的话 尤其后面更是连听都听不太清了 云林轩有些不知所措 在他的想象中 如这种上古遗留下来的神物碎片难道不该是高冷神秘的麻 为何会出现这种奇葩 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疑惑 薛安有些无奈的言道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封印他了吧 实在是这个家伙太过话牢了 你要是不加以阻止 他能在你耳边以这种语速说上一天话都不带停的 相信我 那种滋味绝对不好受 说到这个时候 薛安的面色有些难看 显然回忆起了某些不太愉快的画面 云林轩这才恍然之前薛安为什么会说带着他麻烦了 他看了看依然在喋喋不休地说着颠三倒四话语的古镜碎片 想象了一下这样的东西每天在自己耳边轰炸 也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冷颤 那现在怎么办 让他们融合吗 云林轩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现在忽然有些不太想融合了 毕竟要是让自己手中的古镜碎片也变成这样 那可就麻烦了 薛安伸手在古镜碎片周围布下了屏蔽法阵 将他所有的声音都给屏蔽于无形 然后方才言道 融合是肯定要融合的 但得想办法改一改这个家伙的性格 不然烦都烦死了 第2808章案字不符 改 改性格 怎么改 云林轩一脸蒙逼 薛安淡然一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先回去吧 说着 薛安伸手将悬浮于空中的那块古镜碎片取了下来 反身回了客栈 此时这座偌大的客栈之中空无一人 掌柜的环友店小二都已经被吓跑了 但这男不倒胜红线 他立即做了分工 让龙虎寨的老四老五老六他们临时充当店小二的角色 这三人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 但没办法 就凭自己这点实力要想跟着大部队总得发挥点其他的作用 因此三人任劳任怨地开始了服务员的生涯 薛安自然不会理会这些 他从云林薛手中拿到另一块的古镜碎片 然后便将自己关进了屋里 开始琢磨融合的事 如果仅仅只是画牢的话还好说 关键薛安从龙虎寨后山得到的这块古镜碎片还一直以正统自居 如果不能将这个性格改变的话 那以后的融合将更不顺利 这才是薛安琢磨着给古镜碎片改改性格的原因所在 而也就是在他于西越客栈之中忙碌之时 发生在门前的事以恐怖的速度传播开来 并迅速地轰动了整个西华城 当街杀人 而且杀的还是大书院的精锐弟子 这本身就已足够吸引眼球了 关键动手的人还是前段时间的风云人物 来自林安玉的薛安 这就让这件事更加的耐人寻味了 至少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都满心错愕 不知道这个薛安为什么这么大胆子 难道他就不知道得罪了西华城的学子对他百害而无以利吗 但也有许多人暗自凛然 因为薛安在这件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实力 以及狠利性格都令人为之震惊 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 这个在林安文会上剽窃诗词的家伙是个猥琐无赖 结果没想到是如此强横的人物 一时间西华城内大大小小的书院 都因为这件事而骚动不安起来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可如果这条过江龙足够强横的话 那就不是一般的地头蛇可以对抗的了 尤其总文会召开在即 这样一个强横人物突然出现 为这总文会平添了许多变数 起司总部卢辉睁在房中静坐 院中忽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 然后唐笑便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大师兄卢辉缓缓睁开双眸 引入眼帘的便是满脸焦急的唐笑 怎么了 刚刚在西越客栈门前发生的事您知道吗 唐笑急问道 卢辉摇了摇头 我一直在房中静坐如何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 怎么了 一边说着 卢辉一边起身穿鞋 唐笑深吸一口气 然后审声道 刚刚金汉书院的寇征锋召集各大书院的学子 前往西越客栈围堵薛安 围堵薛安 卢辉摇头轻笑一声 慢条丝里地系着鞋带 这个寇征锋居然想踩着薛安上尉 真是不知死活 你说对了 寇征锋确实已经死了 唐笑以冷冽的声音言道 对此卢辉并未感到丝毫的惊讶 这不奇怪 以那个少年的性子绝不会让他人利用自己 唐笑忽然有些泄气 他在收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便赶了过来告诉卢辉 就是想从他的脸上看到惊异之色的 可谁能想到大师兄跟薛安虽然只见过一面 对其却这么的了解 李难道不想知道薛安是怎么杀的寇征锋麻 这时卢辉已经穿好了鞋子 站起身来摇头轻笑道 人都已经死了 其他的环众要麻 唐笑忍不住言道 大师兄 听您这意思似乎还对这个薛安的做法颇为欣赏啊 不是欣赏 只是就是论事罢了 这个寇征锋我知道 虽然小有才名 可为人心胸狭窄 又精善算计 所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结果 唐笑别了别嘴 我就不明白这个薛安的胆子怎么这么大 居然敢当皆杀死一个精锐学子 虽然说那金汉书院只是一群富豪集资建起来的玩物 并无太大影响力 但就像摁死一只臭虫一样将其摁死在大街上 这未免也太过嚣张了 卢灰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 你不明白的 这个薛安并非一般人 你认为的胆大妄为对他而言不过是日常操作而已 唐笑越发的不开心 大师兄 你怎么那么推崇他 照你的意思难道我就是一般人了 卢灰笑而不语 这种态度让唐笑更生气了 哼了一声便转身离去了 卢灰看着他的背影 语气淡然道 在即将到来的大潮之下 别说是你 就是我又何尝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说到这 卢灰的眼中闪过一抹忧色 似乎已经看到了什么不祥的画面 唐笑起狠狠地跑出了起司总部 等来到大街之上后他才稍稍清醒了些 然后咬牙切齿地言道 真是气人 大师兄怎么一改往日的古板态度 对这个薛安如此地推崇呢 一边说着 他一边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去 不知不觉间他居然来到了新师馆门前 当看到匾额上的那三个大字后 唐笑不禁自嘲一笑 自己怎么溜达到这来了 这新师馆在西华城中称得上是准一流的书院 但更重要的是他跟起司师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不能说是下属吧 但日常的许多事都是起司师社围着新师馆出头 新师馆在招揽新学员的时候也会打着起司师社的名头 往常唐笑没事的时候也会经常来这里闲逛 但今天唐笑显然没有闲逛的心情 转身刚要离开 恰在这时 新师馆的那位大师姐上海红从外返回 正巧遇见了唐笑 立即下车失礼道 唐姑娘 您来了 唐笑当然认识上海红 但对这个平日里颇为嚣张跋扈的女子 唐笑难谈什么好感 可今日不同 当他见到上海红后猛地想起了什么 立即问道 今日西越客栈之前可有你 上海红苦笑着点了点头 我当时在场 第2809章夜叹 那你对这薛安什么看法 唐笑追问道 上海红沉默片刻 然后以滴滴的声音言道 怎么说呢 如果非用四个字去形容这位薛公子的话 我只能说 天人之姿 唐笑瞳孔唯唯一缩 因为这也是他在第一次见到薛安后的真实想法 可玄疾他的心中便涌出了几分不服气 刚想说话 就见上海红神情黯然地说道 唐姑娘 之前令兄跟薛公子之间的恩怨我也有所耳闻 但我现在只想劝您一句 千万不要跟这位薛公子作对 因为凡人是无法跟神明对抗的 说到最后的时候 上海红的眼中闪过一抹恐惧之色 哼 你被他吓破了胆子 可不意味着其他人也是一样 唐笑冷声道 上海红摇了摇头 并非我被吓破了胆子 而是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 您知道我刚才去干什么了吗 干什么 刚刚我去了文会报名处 取消了自己的报名 什么 唐笑满脸恶然 他怎么也没想到上海红居然会这么做 在见识了薛公子的风采之后 我深知就凭自己这点实力 根本不可能在总文会上有所成就 因此干脆取消掉了报名 上海红解释道 唐笑沉默了 他可是知道上海红之前的脾气秉性的 那可是处处争先 从不肯吃半点亏的性格 结果在见了薛安一面之后 居然变成了与世无争的脾气 这怎能不令唐笑感到惊异 其实不光是我 还有很多人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而且刚刚在回来的路上 我还听说扣针锋所属的金汉书院 已经发出了声明 一切都是扣针锋的个人行为 最终身死也是他咎由自取 金汉书院不会做任何形式的追究 上海红河等聪明 自然看出了唐笑的心思 不禁言道 唐笑的面色逐渐缩然 他没想到连金汉书院都屈服了 虽然说这金汉书院只是近几十年才崛起的书院 而且还是靠着海量的财富堆出来的 但实力也不是一般书院可比了 但就是这样一尊庞然大物 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却连犹豫都没有 直接就跪了 想到这 唐笑慢慢咬紧了牙关 你们都这么怕这个薛安 我可不怕 非但不怕 我还得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手段才行 上海红很了解唐笑的性格 见他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他心里依然没有福气 可是已至此多说无益 因此他也只能长叹一声 唐姑娘 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先告退了 唐笑点了点头 去吧 上海红预言又止 最终微微点头 然后转身而去 唐笑心中已有计较 因此不在于长街之上闲逛 而是转身回了自己在城中的某处别院 唐家在西华城也算得上是豪富之家 只是父母去世的早 只剩下了他跟哥的唐政 不过庞大的财富可是留了下来 因此唐笑在西华城中有多处住宅 此刻唐笑返回的就是离西岳客栈最近的一所住宅 只见他先是在屋中盘膝静坐 试图跟卢辉一样涵养心神 可无奈他性情急躁 突然做了半天根本一事无成 一气之下 唐笑干脆起身开始做饭 不得不说这位唐大小姐的厨艺还是不错的 很快便做了满满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然后他便抄起筷子大块朵一起来 等他吃完 也收拾好之后 外面终于滑灯出上 见此情景 唐笑躺到了床上开始闭目假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一直到月上中天的时候 唐笑才猛然一抬眸 然后悄无声息地从床上坐起来 抄起床边早已准备好的夜行衣 换了上去 这就是他最大的依仗了 别看白天唐笑对薛安表现得颇多不屑 可他比谁都清楚这个白衣少年到底有多么厉害 而他之所以感心中不愤 甚至打算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自己的手段 就是因为他有这份能耐 说起来这还是他在又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得到的传授 就是可以完美地融入夜色之中 行前行之事 这份能耐他从学会之后便一直不曾施展过 因此连他的哥哥唐正都毫不知情 可到了今天 这份本事终于到了重见天日之时 没错 今晚唐笑打算潜入西越客栈之中 探寻薛安背后的秘密 在他看来 这个薛安既然敢在剽窃诗词之后还敢如此高调 一定是他背后有所依仗 要想知道这个秘密 必须要通过这个方式 想到这 唐笑信心十足地看着镜中那个穿着一身 黑色夜行衣的少女 唯唯一笑 然后便悄无声息地融入了黑暗之中 从他居住的地方到西越客栈 不过两条街道的距离 若在平时以唐笑的速度转瞬极致 但在前行状态下 唐笑的行走速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他又不敢到了西越客栈之后再前行 因为谁知道这附近的街区 有没有薛安的神念窥探 保险起见 他只能耐着性子一点点前行过去 终于 他来到了西越客栈的门前 此时的西越客栈大门紧闭 但从门缝中透出了些许灯光 昭示着里面有人 唐笑没走正门 而是绕到了后面的围墙处 然后手指倾点墙砖 整个人便随之融入了墙体之中 等再出现已然来到了院中 这个技能还是唐笑第一次施展 不免有些紧张 可等台眸看到西越客栈的房间后 他的嘴角微微扬起 勾勒出一抹得意的微笑 性虚的 你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夜叹西越客栈吧 想到这 唐笑强自镇定下沸腾的气血 然后朝着亮着灯的房间便摸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其中一个亮着灯的房间之中 牛大力还有张小强等人正在大快朵仪 一边吃 牛大力一边夸赞 老六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样不错的厨艺 谁说不是 老六啊 以后你别红这个眼妆大佬了 老老实实地做个厨子吧 张小强言道 老六面带憨笑 抓着脑袋言道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第2810张融合 可是这其了融融的一桌 唯独缺少了薛安 至少站在窗外网里窥探的唐笑 就没有发现薛安的身影 奇怪 他去哪了呢 唐笑心中正在疑惑 就见正在桌旁吃饭的任您放下饭碗 我吃饱了 说着起身往外走去 一旁的盛红倩见状不禁笑道 您姑娘这是要去看看大人吗 任您点了点头 师父从回来后就一直在房中没出来 我想去看看他 要不说还得是您姑娘啊 对大人那真是没话说 刘大力感叹了一句 那是 你也不看看咱们大人那是什么人物 您姑娘 张小强吞下嘴里的饭菜 刚要往下说 盛红倩狠狠瞪了他一眼 张小强赶忙闭上了嘴巴 任您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 此刻的他心中只有对薛安的关心 因此急匆匆的便离开了 见到他走 潜伏于窗外偷听的唐笑心中一喜 随即也跟了上去 西越客栈其实并不大 因此很快他便随着任您来到了薛安居住的房间之外 此时的房门之外还站着两个人 正是云林轩和团人 他们同样在等待着薛安的出关 因此连晚饭都没去吃 当见到任您到来后 彼此互相点了点头 任您低声问道 我师父还没出来吗 云林轩摇了摇头 没有 任您看向那黑漆漆的窗户 眼中浮现出一抹忧色 可他又不敢贸然进门 生怕再因此冲撞了师父 所以只能耐着性子也站在房门之外等候 他们三个在屋外等候 唐笑可没那么好的耐心 实际上他也好奇这个薛安到底在忙什么 以至于躲在房间之中不肯出来 因此他悄无声息地绕过云林轩和任您三人 然后来至了窗户之外 屋中一片漆黑 只能依稀透过稀微的月光 看到在书桌之前似乎坐着一个人 只见他静坐在椅子上 似乎正对着桌上的两件东西发呆 除此之外 唐笑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因此他暗自一咬牙 整个人再次融入了墙壁之中 然后进入了房间之中 等进入房中之后 唐笑连呼吸都暂停了 生怕再被薛安发现 可等了片刻之后 他发现坐在桌前的薛安一动不动 显然没有任何察觉后 这才暗暗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心中有些小的意 你不是很厉害嘛 可你万万没想到我居然会突然出现在你身后吧 这次我倒要看看你在干什么 想到这 唐笑涅族前宗 小心翼翼地挪到了书桌之前 尽管他知道自己在进入前行状态后 一切的气息都被藏匿起来 可等到了薛安身旁后 他还是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然后往桌上望去 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书桌上摆放的并非他想象中的书籍 而是两块古镜碎片 其中一块的表面还被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他这是在干什么 举行某种仪式麻 唐笑心中正自疑惑 却听薛安突然微微叹息了一声 这一声叹息在这寂静的房间之中显得分外扎耳 至少唐笑便被惊得连心跳都加快了半拍 坏了 被发现了 也就是在这时 只见薛安身出手来轻轻抚摸着桌上的这两块古镜碎片 难难道 这已经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希望待会融合的时候你不要让我失望 似乎是为了回应他的话 那块被写满了符文的古镜碎片微微闪烁了一下 薛安微微一笑 很好 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现在便开始吧 说着 薛安神情一速 手中猛的升腾起色净透明的火焰 尽管相隔一段距离 同时还有潜伏状态加成 可唐笑还是被古火焰之中所蕴含的逼人威势所惊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好厉害的火焰 与此同时 桌上的两块古镜碎片悬浮而起 而后被这团火焰 而后被这团火焰包裹在其中 轰 火焰化作一团火球 至烤的空气都开始晃动起来 可见温度之高 薛安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只是端坐在那静静地看着 就在这时 火焰之中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 啊啊大人不要融化我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化牢了 我一切都听你的 谈话的正是薛安所得的那块古镜碎片 在进入火焰之后 之前薛安施加在他身上的屏蔽 静置自然就失效了 所以它才可以发生 可薛安根本不为所动 这时可以看到火球之中的 两块古镜碎片开始融化 然后在火焰的驱赶下 强行往一起靠拢 整个过程进行的极为缓慢 期间还伴随着那块古镜碎片的鬼哭狼嚎 够了 又不是要你的命 只是让你跟其他碎片融合一下 你好什么 薛安冷冷道 大人您这是让我跟其他碎片融合吗 你这纯粹是在要我的命啊 而且您居然让一个灵智初开的碎片做主导 这跟杀了我有什么区别 这块古镜碎片叫起了撞天躯 原来薛安之所以在屋中耗费了大半日的时间 就是因为他在帮云林轩手中那块古镜碎片开启灵智 那些密密麻麻的符文就是因此而来 薛安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更改这块古镜碎片的性格很困难 那就干脆用别的碎片来取而代之吧 虽然灵智初开的灵智会有所欠缺 但也意味着好掌控 所以这块化老碎片才会如此的不甘心 因为这跟直接抹杀它没有什么两样 大人你好歹也是华族强者 难道就真的忍心抹杀掉我这样的灵智吗 要知道我可是伴随着古镜一同出现的啊 化老碎片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少废话 真正的完全提古镜灵智绝不会是你这样 你不过是近百年来才新镜产生的灵智而已 薛安直接戳穿了化老碎片的谎言 化老碎片发出不甘的哀嚎 可一切都不以它的意志为改变 下一瞬 在火焰的威逼之下 两团融化后的古镜终于融合在了一起 轰一声巨响之后 火光消散 然后便建议快大了不少的古镜碎片 出现在了空中 第2811章还挺专业嘛 这古镜碎片上面的纹路与气息都跟之前无二 乃至于令唐孝都有些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看错了 明明在火焰之中是融为两团一体的 怎么眨眼间又恢复如初了呢 他并不知道刚刚薛安并非真的将这两块古镜碎片给融化了 他只是以特殊的火焰将碎片之中的神式提炼出来而已 说白了 刚刚融化的根本不是碎片本体 而是理念的神式 见如今一切归于陈集 薛安伸手接过这块硕大的古镜碎片 面色沉浸地端详起来 融合是很顺利的 毕竟这种上古神物的天性决定了他们都有着融合彼此的本能 所以哪怕薛安不出手帮忙 这两个碎片也会融合到一切的 他现在关心的是纳德华劳灵事到底还存不存在 端详半天后 他发现这块碎片十分的安静 而且其中引线寻浮之意 应该是成功了 想到这 他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然后慢条丝里的放下手中的古镜碎片 语气淡然道 看够了麻 简简单单四个字 落在唐笑耳中却不亚于五雷轰顶一般 怎么回事 他是真发现自己了 还是在宽我 肯定是在宽我 嗯 一定是这样 唐笑努力的说服着自己 并且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他想赌一把 赌这薛安根本就没发现自己 可他这微弱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因为下一秒薛安便语气淡然道 从你进入西越客栈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觉得你还能潜藏多久呢 说着 薛安抬起眼眸看向唐笑这边 这淡然中略带嘲讽的目光 令唐笑头皮发麻 李叔对麻 唐姑娘 都已经被薛安直接叫出了名字 唐笑知道自己彻底曝露了 可笑自己刚刚还暗自得意 觉得薛安没发现自己呢 结果人家早就知道了 只是没说罢了 事到如今 再行潜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只好默默地现出身形 当见到穿着一身黑色夜行衣的唐笑后 薛安洒然一笑 还挺专业嘛 唐笑只觉这句话分外刺耳 可此时此刻他连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毕竟自己可是被人给抓了现行了 这就相当于小偷正在偷东西 结果被人给人赃据货了 这还怎么解释 所以他只能沉默 薛安自然也看出了他的尴尬 但他可没心情替这个潜入自己房中窥探的女子推脱 只见他靠在椅子上 以淡然的语气道 说吧 你大费周章的前行进来 围的是什么 唐笑犹豫了片刻 最终一恒星 我是来寻找你抄袭的证据的 不 抄袭证据 薛安唯唯一扬眉 没错 你当街杀死寇争锋 虽然暂时压下了外界的质疑 可我永远相信一点 错的就是错的 谁也改变不了 薛安看着这个满脸认真的唐笑 沉默片刻之后方才言道 所以你就前行进来 没错 眼见总文会就要召开了 你若想到时候抄袭的话一定会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我过来就是为寻找这些证据的 找到了吗 薛安倾笑道 唐笑摇了摇头 没有 你当然找不到 因为我抄袭的诗词可是来自于这里啊 说着 薛安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 唐笑无言 但眼中的不服已然说明了一切 薛安呵呵一笑 看来你还挺不服气的嘛 你是不是觉得就算我发现了你前行进来也奈何不了你 唐笑冷恒一声 我承认自己的手段是卑劣了点 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所以 所以出发点是好的就能随意行动了 薛安以一句冷冰冰的质问打断了唐笑的话 唐笑一愣 薛安接着往下言道 如果按照你的意思 那是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打着出发点是好的这个幌子肆意妄为了 嗯 唐笑被对了格雅口无言 但过了片刻之后他还是有些不服气的说道 我 话音未落 薛安豁然起身 直接来到了唐笑的面前 唐笑被这猝不及防的靠近弄得不知所措 你 你想干什么 说着下意识的往后退去 可他忘了他一直是站在角落中的 因此紧紧退了一步就靠在了墙壁之上 薛安面沉似水 挡在了唐笑面前 而且距离之近 唐笑甚至能从薛安的瞳孔之中看到自己的倒影 这么近的距离 又是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唐笑的心不禁莫名慌乱起来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可是起司施舍的准大儒 你要是敢造次 小心你连总文会都参加不了 情急之下 唐笑搬出了这个理由 可薛安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唐笑 直到看得唐笑越发的慌乱 不再说话之后 他才淡淡道 害怕了 如果我现在说刚刚也是因为担心你 所以才靠近你的 你心中会是什么想法 唐笑睁大了眼睛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所以丝毫不生气呢 唐笑被问得无言以对 只能深深地低下头 屋里安静下来 直到片刻之后 才听薛安淡淡道 走吧 嗯 唐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抬头看向薛安 薛安转身回到了书桌之前 嗯什么嗯 你以为我会真的将你留在这吗 别搞笑了 就凭你的实力 还没资格让我将你是做对手或者敌人 唐笑先是一愣 旋即便彻底的怒了 因为这可比打他一顿更加令人恼火 这相当于赤裸裸的无事啊 但要让他继续反驳薛安的话 他又没那个胆量 因此唐笑只能恶狠狠地瞪了薛安一眼 希望你不会后悔今天所说的话 薛安却连头都没抬 对现在的他来说 如唐笑这种级别的存在 根本没有让他关注的必要 略施惩戒也就是了 其余的就随他去 反正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而这种连一句简单回应都没有的 无事气的唐笑牙齿都快咬碎了 转身便往外走去 质呀一声 门被打开 恰在此时任宁因为实在放心不下 便来到了门外往里张望 二女就这样打了个对脸 任宁便是一愣 以第2812张信不入命 任宁是没见过唐笑的 所以自然不知道面前这个身穿黑色夜行衣的少女是谁 而面对任宁的疑问 唐笑根本没有理会 气冲冲的一侧身 直接从任宁的身旁走了出去 而这一幕恰好被随后赶来的牛大力等人看在了眼里 他们眼睁睁看着一个穿着黑衣 身材很好的女子从薛安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然后扬长而去 不禁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片刻之后只见牛大力一拍大腿 要不还得说是大人厉害呢 就吃顿饭的功夫就又勾引了葛良家妹子 真是羡煞人也 张小强更是连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抓耳脑塞得言道 不行 待会我的好好请教一下大人 看看他老人家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旁的盛洪倩文言轻沈一声 得了吧 那是因为技术的缘故吗 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 公子长什么样 这句话堪称一语中的 直接切中了张小强的要害 他张口结实的半天 最终无奈苦笑道 三妹 虽然道理谁都懂 但你能不能不要说得那么直白啊 哼 不说那么直白难道就能改变事实了吗 郑洪倩美好气地哼了一声 然后迈步便往薛安的房间走去 三姐 你干什么去 老五不是去地问了一句 用你管 郑洪倩恶狠狠地言道 对得老五一脸懵逼 三姐这是怎么了 明明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之间这么暴躁了 老五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实际上此刻的郑洪倩确实在生气 她的牙齿咬得咯咯只想 心中暗自发狠 刚刚那个女人要钱没钱要后没后 除了年纪小点 脸蛋漂亮点之外有什么啊 为什么公子会对这样的妖艳见或感兴趣 还让她出现在自己的房间之中 这大晚上的又是孤男寡女 会发生什么自然不言而喻 而这也正是盛洪倩感到恼火的最根本原因 公子你难道没看出本姑娘我的意思吗 只要你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 老娘保证喜的肝钱静静的主动送上门 何必再去招惹这些小丫头骗子呢 难道是嫌弃我老 这个念头一出 盛洪倩更觉得委屈跟窝火了 可表面上她却什么都没显露出来 小笑倩熙的随着任宁走进了房中 其实不仅是她感到窝火 团人此时也被感难过 她小声问一旁的云林轩 小姐唐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公子的房中 团人自然是认得唐笑的 虽然今天的她穿着一身夜行衣 团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云林轩将视线从唐笑离去的方向收回 然后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看样子这个唐笑应该是前行进来的 前行进来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公子的意思了 团人眼前一亮 似乎看到了希望 云林轩哭笑不得的看了团人一眼 忍不住言道 傻团人 你不就是想问唐笑跟公子之间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吗 团人有些不好意思 善善一笑 我 我就是好奇吗 放心吧 至此关键时刻 公子是绝不会节外生枝的 这点我还是相信他的 云林轩十分笃定的言道 团人大喜 但突然又有些犹豫 然后娜娜道 可公子毕竟是个男子 您之前不是说过男子是很难控制自己欲望的吗 尤其唐姑娘还这么漂亮 万一他主动投怀送抱 团人又开始忧虑起来 云林轩简直无语 之前自己怎么不觉得这个小丫鬟傻乎乎的呢 莫非坠入爱河之后女人真的会变笨 他凑到团人耳边以嘀嘀的声音言道 一般男子确实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但薛公子可不是一般人 别忘了他可是连你这个羞涩可参随时都可采摘的小丫头都没有动过 又岂会去招惹唐笑这种人 听到小姐这番色气满满的劝说 团儿的脸疼一下就红到了耳根 哎呀小姐你在说些什么啊 云林轩微微一笑 我在说什么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虽然修不可疑 但这番话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至少团人就此放下心来 然后随着云林轩走进了薛安的房中 小小的房间之中就这样走进来四名女子 其中云林轩冷艳 热宁柔媚 盛红欠妖嬢 团人清秀 四种风格的美感争其斗艳 哪怕是薛安都唯唯有些失神 然后忍不住轻笑一声 刚刚那唐笑是偷偷潜入进来的 这句解释可有可无 但薛安还是说了 因为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团人暗暗长出一口气 只觉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盛红欠却是笑得更加灿烂了 公子说笑了 就算那女子是主动送上门的又能如何 以公子的才学相貌 有女子主动投怀送抱根本不奇怪 对此薛安只是淡淡一笑 并未回应她的话 而是拿起桌上那块古镜碎片递给了云林轩 信不入命 云林轩无比惊讶 这就成了 嗯 你是不相信吗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如此艰难的任务 难道不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吗 薛安一笑 这任务艰难吗 我不觉得 实际上若不是为了激发你那块碎片的灵石 连半天的时间都用不了 至此云林轩方才深刻理解到了薛安的手段和实力 要知道她已经做好了等待几日甚至是失败的准备了 毕竟作为古镜碎片的拥有者 她对这种自上古流传下来的神物再了解不过 知道他们都拥有着无比神异的能力 根本不是凡俗之力可以解释或者改变的 可这种种困难到了薛安手中却连斯波兰都没激起 心而易举的便完成了 这怎能不令云林轩为之震惊 云林轩手握古镜碎片陷入了沉默的 沉默之中一旁的团人却是张嘴欲言 可就在这时就听薛安淡淡道 此刻天色已晚诸位请回吧 这道逐克令将团人后面想说的话都给堵了回去 以至于直到他出了房间依然处在蒙蔽之中 第2813章不管千难万险 我一以贯之从不畏惧 不过当他看到本想留下事情的盛洪倩同样被轰出来后 心中那丝失望跟不快随即烟消云散 原来公子并非只是将我赶出来了啊 小姐 看来公子他果然不是一般男子呢 团人小声言道 云林轩握紧了手中的古镜碎片 感受着其中那道熟悉而又强大的气息 然后轻声道 是啊 确实 很不一般呢 而在江四女都赶出房间之后 血安深吸一口气 旋即便解开了体内的封印 下一瞬安岩便出现在了房中 当见到他之后 血安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灿烂的笑容 老婆 你怎么突然要出来呢 刚刚他之所以突然下逐克令 就是因为感受到了一直住在体内空间的安岩传递过来的信息 安岩眼颇流转 深吸一口气 似乎在嗅探空气中那若有若无的脂粉系 然后才轻描淡写的言道 没办法 再不出现 估计别人都要忘记我是女主了 血安的神情变得有些尴尬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 要我看就很会呢 毕竟刚刚那的小丫鬟看你的眼神就已经很明显了 有吗 我怎么不知道 血安继续装傻 哪怕知道这时候也得装不知道 毕竟女人要是吃起醋来 可不会讲求基本法 哼 安岩冷恒一声 摆出一副你接着装 我看你能装到几时的神情 血安善笑起来 好啦老婆 我要是心中有鬼还能让你全程监督我的所见所想麻 那谁知道啊 没准你就是在骗我呢 安岩阳怒说道 可脸上的神情却已经明显多云转情了 就差写上赶紧哄哄我这几个大字了 血安又岂会不明白这个 因此笑嘻嘻地上前 一把揽住了安岩的小蛮腰 好了老婆 别生气了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安岩略挣扎了几下 然后便放弃了抵抗 温存一阵后 血安轻声言道 老婆 你突然出来是有什么事吗 血安知道安岩传递信息也要从体内空间出来绝不会是因为这点小事 果然安岩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老公 我刚刚在神室空间中打坐入定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幕十分可怕的画面 哦 什么画面 血安温柔道 因为他感受到了安岩的战力 似乎是感受到了血安的抚慰 安岩强笑一声 然后用强字镇定的语气言道 我看到了一片广袤无垠的虚空 而你则身负重伤 孤零零地漂浮其中 简简单单一句话 从安岩嘴里说出来却花费了他巨大的勇气 以至于他说完之后面色变得鼻子都要苍白 却安一愣 旋即便轻笑起来 好了傻瓜 你那肯定是因为在神室空间里憋得太久 压力太大导致的 安岩强笑一下 我也这么觉得 可我总觉得那画面十分逼真可怕 就仿佛有什么存在在像我示警一样 因此我才想告诉你一下的 说到这 安岩小心翼翼地偷瞄薛安一眼 老公 你不会嫌我麻烦吧 怎么会呢 你这都是因为担心我啊 我感动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生气 薛安倾笑着揉乱了安岩的头发 薛安的镇定自若显然给了安岩莫大的勇气 至少他的脸色变得红润了不少 然后轻轻抱紧了薛安 老公 我当时真的好害怕 好心疼 你发誓那画面都不是真的 绝不会发生 好 我发誓那画面都是你的幻觉 肯定不会发生 这样总行了吧 薛安无奈道 安岩这才展岩一笑 嗯嗯 真是拿你没办法 以后记住不要胡思乱想了 你老公我是什么存在 你难道还不清楚 能重伤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薛安笑道 安岩嘻嘻一笑 我那不是担心你麻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而后他们两个又说了好多温存的话 最终安岩才依依不设地回了神室空间 可等安岩刚一返回 薛安脸上的笑容便迅速收敛起来 目中的光滑更是变得凝重无比 他很清楚安岩所看到的画面绝非无地方时 更不可能是压力太大所导致的错觉 那很可能是某种示警 而且薛安很确信一点 那就是自己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敌人 将是自己从踏入修炼之徒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存在 没有之一 之前的东皇太医也好 种种邪恶也罢 至少是有机可循的 可昨天他与团人在城外所遇到的那片好似幻影般的存在 却告诉了薛安一个可怕的事实 那就是自己根本无法看透即将面对的敌人 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 就仿佛前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命运深渊 薛安根本看不到自己接下来将通往何处 这种感觉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即便是安颜也不知道 因为他一直将这些念头封存在心灵最深处 为的就是不让安颜担心 可现在安颜居然也预感到了危险的降临 这至少昭示了两点 一就是自己的感觉是对的 这次的总文会绝非等弦 二就是暗中似乎有什么存在在向自己示警 可示警又能如何呢 薛安抬头看向窗外 黑漆漆的夜空之上星辰如钻 也激发出了薛安心中的种种感触 从第一次在气运秘境的龟甲之上 获知当年之事后 薛安历经风雨一路走到了现在 其中所经历的战斗不可计数 无数不可遗失的强者最终都被薛安踩在了脚下 算是为他们当年所做之事付出了代价 而经来到这片高危空间后 薛安明白幕后的黑手已现征容 这点从自己即将面临的绝大危险就可看出来 那些潜藏在层层迷雾后的存在终于按捺不住要对自己动手了 想到这 薛安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 他从未怕过 哪怕当年孤身一人面对茫茫珠天 无数神魔之时都没有丝毫畏惧 更何况是现在既然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薛安难难道 第2814张魁星山 西华城作为整个大陆的中心城市 聚集有权天下最为顶级的书院 再加上这里还是历届总文会的举办之地 所以基础设施极为完善 光是可以用来举办顶级盛会的建筑设施就有数实处之多 但历届的总文会只会在一个地方举办 那就是位于西华城城北十里的魁星山 这座魁星山从外表看却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甚至高度连一般高山都不如 可就是这样一座其貌不扬的山 却是西华城无数学子心目中的神山 甚至曾有擅长堪于忘奇的大能断言 这座山乃是天下文运之所系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 但这座魁星山确实有诸多神异之处 不说别的 仅凭总文会召开之时 这座魁星山能自主汇聚天下气韵 甚至其光直冲斗牛 这一点便可看出其神异之处 但若仅此而已的话 这魁星山最多也就是化身为一只巨大的蜡烛而已 关键每当总文会召开之时 平时无有任何出奇之处的魁星山就会变得十分神秘 但凡你是以文入道的学子 在踏入这座魁星山之后便会自动触发一番考验 只有通过重重考验 你才有可能踏上山顶 进入总文会的决赛圈 说到这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了 没错 这魁星山在总文会召开之时确实很像文山 因此也有人称它为天下总文山 近日便是总文会正式召开之日了 实际上早在前几天魁星山便已开始放射出千百亿道璀璨豪光 而等到了正式召开这一天 魁星山的山顶汇聚天下气韵宁为一道绝强光柱 直冲环宇 其光照亮了方圆数千公里的疆域 令整座西华城都沐浴在这魁星山的光芒之下 不过华日出生 山下便已聚集了无数看热闹的民众 人们议论纷纷 但话题无一例外 全都跟今日的总文会有关 这次的总文会真可谓是盛况空前 听闻天下各大书院都派出了门下最精锐的弟子前来三会 今日我等定能一保眼福 有人感叹道 谁说不是 你没注意连这次的魁星山都跟网界不同吗 不 这倒霉注意 有何不同 网界魁星山虽然会汇聚天下气韵直冠环宇 但从未像现在这般声势浩大 乃至光夺日月 这点我同意 没见今日之光辉连西华城都被彻底照亮了吗 人们连声感叹 而也就是在这时 来自天下各大书院的学子们开始纷纷出现 只见他们架成着各色流光 直接越过看热闹的人群 飞至了山脚之下 魁星山的山脚处建造着许多的古石台 这些学子们便依照着各自所属的阵营分战一方 虽然来了这么多人 但这些学子们全都神情肃然 没有一个乱说话的 这种肃穆的气氛也感染了这些看热闹的人群 本来喧闹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 人们全都仰起头来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空中的华日一点点的往上攀升 很快便到了日上三竿之时 阳光逐渐赤裂 打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唐笑微微眯起眼睛 眼角的余光却在人群之中群循 但他并没有从人群之中看到那道白色身影 心中不免有些惊疑 怎么回事 都这个时候了 那个家伙怎么还没来 似乎是感受到了他心中的惊疑 前方站着的卢辉突然投也不回的颜道 放心吧 他一定会来的 只是早与晚的问题而已 今天的起司施舍也拿出了最为精锐的力量 许多贫宿根本不肯露面的大儒们 此刻也穿上了最为正式的衣裳 站在山脚之下的高台之上四处张望着 唐笑很清楚 这些大儒之所以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都要源自于薛安 毕竟对于这个激发出起斯文山的少年 起司施舍的许多大儒都很感兴趣 至于他所涉及的抄袭恶名 在仔细研究了林安文会上的那十一首诗词后 由起司大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猜想 这些诗词虽然风格迥异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内在 这个内在极有可能来源于某种成熟的文学体系 于是有人便给出了一个大胆的解释 这些诗词没准就是薛安一人所作 但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积累的 这也就解释了这些诗词的风格 为何会那么迥然不同 毕竟一个人的成长 往往是伴随着一次次的蜕变的 每次蜕变都会导致风格大变也并非什么稀奇的事 这个解释虽然听上去十分牵强 但起司施舍中居然有许多大儒真就信了 对此唐孝可谓嗤之以鼻 他很清楚这些大儒们之所以如此上心 还不是期盼着能将这个薛安收入门下 但他很清楚 那是绝不可能的 光凭这几次跟薛安的简单接触 他就深深地明白了一点 这个白衣少年性极傲劣 虽然实力看上去只有五品消极位 实则实力深不可测 绝不会投身于任何人的门下 当然 这些话他只藏在心里 根本没跟这些大儒提起过 这里面藏着一丝少女的恶趣味 你们不是眼巴巴地期盼着能收薛安为图玛 那我偏不告诉你们这些 让你们非尽心机最终空欢喜一场 唐孝正在胡思乱想 又有数十道华光飞至 带落于其中一方古石台上后 赫然是一群女子 各方古石台一阵的骚动 是楼外楼的人 楼外楼的云姑娘到了 唐孝更是深深看了一眼为首 站立的云林轩 之前在他哥哥闭关思过之后 他曾杀到楼外楼中找云林轩 心事问罪 后面经过云林轩的解释 他才知道自己哥哥知识怨不得旁人 都是他旧游自取 当时他对云林轩还充满了愧疚 认为自己错怪他了 万万没想到 前几日在潜入西岳客栈的时候 他亲眼见到云林轩站在薛安的卧室门前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这不由令唐孝冲冲大怒 因为这明显代表着云林轩跟薛安之间关系匪浅 第2815张登天梯 那之前他所言的话可信性就要打葛折扣了 而且就算他说的是真的 也算是辜负了自己哥哥的一番深情啊 在这种情况下 唐孝对云林轩的观感变得极差 近日见到他来至场中后 目光更是变得十分不善 云林轩何等聪明 自然也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可云林轩此刻哪里还顾得上那些 只见他神情凝重地抬头看了一眼这座魁星山 然后便深吸一口气 开始闭目养神起来 相比之下 他身侧的团人可就活跃多了 只见他不停地东张西望 也在寻找薛安的身影 可努力了半天 最终亦是一无所获 这不经令他的心中也产生了一丝惊疑 公子怎么这时候还没到 实际上不光是他有这个疑问 看热闹的人群之中也有人满脸疑惑 哪怕是在这看热闹的人群之中 依然有着明确的划分 站在最前面的都是没有资格参加 此次文会的书院学府 别看这些人没有资格参加总文会 可不代表他们的实力就弱了 有许多书院学府是因为种种原因方才落榜的 尤其这一届的总文会更是如此 因为有许多的书院主动放弃了 当然 这些书院基本上都以西华城的为主 尤其那日在街上见识过薛安杀死寇争锋的人 基本十格有九格都退出了 此刻有疑惑的也是这些人 奇怪 那薛安怎么还不来 是啊 眼见就要日上中天了 再不来可就赶不上了 莫非怕了 此言一出 周围的人全都用看智障一样的目光 看向说话之人 这人也觉得自己说错了 面色变得很是尴尬 我 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在场的这些人全都明白 若说那的白衣少年因为其他事耽误了还有可能 若说他因为害怕而不敢来了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毕竟当日在长街之上面对汹汹人群 那白衣少年都不曾露出过半分却异 甚至还干脆利落地杀掉了金汉书院的寇征锋 这样的人物又怎么可能害怕 与此同时 在人群的角落之中 几名大富贤贤的富商好贾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 那薛安是不敢来了吗 应该不会 哼 我今日倒要见识一下敢当皆杀死我义子的人是何等人物 其中一名肥头大耳的男子突然高声道 李见识了又能怎样 难道你还要替你的义子报仇吗 身后传来一名女子的冷笑 这几名富商转头望去 就见新尸馆的人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近前 最前面的正是新尸馆的大师姐上海洪 刚刚那句话正是出自她之口 这肥头大耳南面色变得长红 阴侧侧的言道 上海洪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上海洪毫不客气 毛从 你不用在这叫嚣 有本事前几天你义子扣针锋被薛安当街压成肉饼的时候 你直接去找他算账啊 这被称作毛从的人正是金汉书院的后台赞助者之一 同时他也是扣针锋的义父 所以这次扣针锋被杀 他的反应最为激烈 而上海洪的这番话可谓切中要害 就见毛从的脸轻一阵红一阵 最终宁笑道 上海洪 你不必嘲讽我 你也没好到哪去 仅仅只是目睹了那一幕就被吓得连总文会都不参加了 你 没错 我就是怕了薛安 怎样 不等毛从说完 上海洪直截了当的便承认了 而这也大大出乎了毛从的预料 你 上海洪语气平静道 我怕薛安这点 我从来就没否认过 反倒是你 我怎么了 毛从色力内人的言道 上海洪冷笑一声 明明自己的义子早死多时了 却非得等到现在才敢叫嚣 你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是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薛安没在 就算他在估计也没功夫理会你 你才敢如此叫嚣的 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 至少毛从的脸色瞬间就白了 你 你 你什么你 我最瞧不惯的就是你 这种明明没胆量复仇 却还要强装门面叫嚣两声的家伙 说到这 上海洪满脸嫌恶之色 毛从简直都要被气吐血了 可正如上海洪所说他还真就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做什么 刚刚叫嚣也只是让自己面子不那么难看而已 看着已经抬起头来看向天空的上海洪 毛从暗自咬牙 臭娘们 你不就是想抱上薛安的大腿麻 可眼见现在马上就要开天梯了 那薛安还没到 估计这次是真来不了了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说 果然 就在这时 天上的华日夜已来至了正中的位置 刹那间 那道自奎心山山顶激发而出的光柱正好直射在华日之上 轰 天地震动 紧接着便见奎心山上爆发出了无数滑光 璀璨到令人目瞒的地步 开天梯了 人群之中有人惊呼 更多的人则是面色凝重的抬头望去 只见伴随着天地的阵战 奎心山上那些杂乱的滑光逐渐归整起来 并幻化为一道道阶梯往山顶的方向延伸而去 而之前还能一眼望穿的山顶此刻则被道道迷雾所笼罩 天梯就这样没入了迷雾之中 不知通往何处 煞时间 全场震动 各方古时台上的书院精锐们几乎连犹豫都没有 不约而同的便朝那天梯冲去 因为自古便有传言说能第一个登上天梯的人 可以在接下来的文会上占据优势 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言 但哪怕是为了一个好采头 这些人中龙凤们也不愿落人于后 唐笑自然也不例外 而就在往天梯冲去之时 他还不忘四处张望 想找到薛安的身影 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唐笑皱起眉头 要知道登天梯的时间只有一刻钟 一旦错过就意味着你主动放弃了此次的总文会 这个薛安现在还没到 未免也太沉得住气了吧 而也就是在他心中刚刚浮现出这个念头之时 就听一声倾笑自远处天际传来 挺热闹啊 第2816章雷鸣书院折扇书生 话音刚落 正在朝天梯冲去的这些各大书院的精锐子弟们就感觉身形猛然一致 就仿佛有一股无形距离降临于尖头之上一样 压得他们的速度不可避免的减缓下来 与此同时 一道滑光以及快的速度从天际飞至众人面前 当看到其中那道白色的身影之后 唐笑暗咬银牙 然后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 薛安 没错 来者正是薛安 只见他湿湿然的立于空中 神情淡然的看着面前这些神情各异的学子 刹时间 全场一阵骚动 不管是准备登天梯的这些书院子弟 还是远处看热闹的人群 此刻都因为薛安的突然到来而骚动起来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都认为薛安估计是来不来了 却没想到他敢在最后时刻还是来到了现场 这下 许多心中有鬼的人不禁面色大变 悄无声息地往人群后方退去 其中自然也包括金汉书院的这位毛从 他刚才之所以敢那般叫嚣 完全是因为他觉得薛安不可能来了 可等薛安真的到场之后 凭他这点胆量如何还敢在场中九代 所以悄无声息地便往后退去 可就在这时 上海红突然拦住了去路 然后冲他冷冷一笑 怎么 你不是想见是一下杀死你义子的人是何等人物吗 现在薛公子来了 你怎么想逃走了呢 毛从那张肥大的脸庞之上显出了慌乱之色 强笑道 我 我那不过是随便一说罢了 上姑娘不要往心里去 上海红面线闲雾之色 冷恒一声道滚吧 毛从如蒙大赦 慌忙逃走了 上海红也没理会 因为现在的他没功夫在这个毛从身上浪费时间 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个站立于高空中的身影 实际上不光是他 在经过了最开始的慌乱之后 在场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因为人们都想知道这个毁誉参半 颇具传奇色彩的少年到底有何等过人之处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转过身来打量着这架天梯 然后嘴角微微扬起 勾勒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有点意思 说吧 薛安迈步前行 直奔这架天梯而去 身后这些各大书院的精锐弟子们互相对视一眼 旋即便有人冷恒一声 小子你挺猖狂麻 问过别人了麻就想第一个登天梯 随着话音 就见一道身影朝着薛安便冲了过来 行动间颇具威势 可薛安却连回头都没有 继续迈步往前走去 这等无视彻底激怒了说话之人 就见他在冲到离薛安还有数丈距离时 猛的一挥手 啪 随着一声清脆的巨响 他的手中打开了一把折扇 并于瞬间爆发出了极为强大的威势 光滑璀璨间 折扇摇动 直及薛安的后背 见此情景 有人低声惊呼道 是雷鸣书院的折扇书生谈可信 文听此言 许多人的脸上都浮现出幸灾乐祸的神色 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未谈可信 要知道雷鸣书院即便是在西华城中都称得上是一流书院了 这谈可信更是雷鸣书院全力培养而出的强者 所以在这些书院精锐之中都颇具威望 再加上其人性情巨傲 出手向来不留情 所以有很多人都惧怕于他 此刻见到居然是谈可信出手对付薛安 许多本来就看不惯薛安的人不由得暗自冷笑 气势道明之辈也敢如此嚣张 现在有人收拾你 看你怎么出丑 但也有一些人对谈可信的这波攻击并不持看好态度 比如唐孝 虽然他比谁都想看到薛安出丑 可他心里很清楚 以薛安所表现出的能力 区区一个谈可信 根本不足以撼动他半根毫毛 果然就见薛安连头都没回 只是信手往后一伸 本来姚善攻击的谈可信瞳孔变为之一缩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可怖的事实 自己的折扇仿佛是在主动往薛安的手中地一样 这令他暗自心惊 但手中的动作丝毫未停 手腕一翻 折扇于空中滑出一个近乎不可能的角度 然后朝着薛安的乐下便点了过去 这一级不可谓不刁钻 若换做其他人 估计当场便中招了 可薛安却仿佛脑后长了眼一样 都没见他有何动作 另一只便已经出现在了谈可信攻击的必经之路上 这下谈可信再想便朝已然来不及了 因此只能一咬牙 催动全身之力攻了过去 你不是想以手掌接我的扇子麻 那我就直接击碎他 看看到底是你的手印还是我的扇子印 谈可信暗自发狠地想到 砰撞击声比预想中的要小很多 至少谈可信便是一愣 可下一秒 他的愣愣变化为了恐惧 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一瞬之间 谈可信手中这柄折扇便已经来到了薛安手中 整个过程谈可信全无察觉 甚至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不光是他 全场也只有寥寥几人看清楚了刚刚所发生的事 立于古石台之上的卢辉唯唯一笑 他自然是那寥寥几人其中的一个 刚刚谈可信以善攻击 可就在二者相撞的那一瞬间 薛安的手掐出了一个极为玄傲的印诀 直接阵风了这柄折扇上的威势 然后轻描淡写的便将其收入了自己手中 整个过程快至巅峰 以至于离着最近的谈可信只觉得手中一轻 然后赖以成名的武器便出现在了薛安的手中 正当他无限惊恶之时 但见薛安以单手转动着这柄折扇 玩耍片刻之后猛的一窄 啪一声脆响之后扇面彻底打开 而后薛安摇动折扇 转头冲正在怀疑人生的谈可信唯唯一笑 扇子不错跟你有点可惜了 所以以后他就是我的了 说吧薛安再不理会呆愣于原地的谈可信 大步往天梯而去 谈可信瞬间清醒 终于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 不由发出了惊怒交加的嘶吼之声 小子 你把扇子还我 要知道那折扇可是集合了整个雷鸣书院的力量 心力打造而成 因为自己表现出色 方才有资格拥有 第2817章剑斩天梯 现在却被薛安据为己有 这怎能不令他未知愤怒 可他也不是傻瓜 通过刚刚的事 他已经清晰认识到自己跟薛安之间的差距 在有扇子的情况下自己都不是他的对手 更遑论赤手空拳了 他之所以怒吼 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 果然 就在他怒吼之声未歇之时 一声轻斥从身后传来 想拿走我们雷鸣书院的东西可没那么简单 随着话音 就听一声尖锐的呼啸自空中传来 一条长边划破空气 直抽薛安的后背 速度之快 以至于出现了道道的幻影 但还没等边影集体 薛安的身形猛的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已然来至聚天梯还有数十丈远的地方 想跑 没那么容易 一声冷喝之后 本已落空的鞭子好似一条怪马 一个盘旋翻身 再次拢向薛安 而且这次长边所覆盖的范围甚大 直接拦住了薛安的去路 与此同时 池鞭之人终于现身 只见此人一身红衣 容颜熟艳 赫然是一名年于三十左右的美少妇 赤雷鸣书院的掌刑长老孟丹 呲 这个疯娘们居然也来了 今天有这个薛安好看的了 很多人都认得这个孟丹 因为他乃是雷鸣书院一等一的高手 如果说谭可兴代表的乃是雷鸣书院年轻一辈的实力天花板的话 那这孟丹便是雷鸣书院 乃至整的西华成老一辈女子的实力天花板 别看他相貌严厉 身材窈窕 可实际上出手极为狠辣 尤其手中那根长鞭 号称西华成第一神鞭 有着神鬼莫测之威能 近日薛安招惹到了他 估计不会有好果子吃 就连一直神情镇定的云铃轩 此刻眼中也现出了一抹忧色 刚刚薛安在对付谭可兴的时候 他没有丝毫的担心 因为他确信区区一个折扇书生根本无法阻拦薛安的脚步 可这孟丹不同 这是一个令许多人都为之忌惮的存在啊 虽然他相信薛安依然能胜 但若是因此耽搁时间久了 勿了大事怎么办 正当他暗自新交之时 被长边层层环绕的薛安忽然倾笑一声 笑声中孟丹心钟锦铃大作 那感觉就仿佛被一尊神灵盯上了一样 令人为之胆寒 可别看着孟丹氏的女子 但性情极为坚毅 所以此刻的他只是一惊 旋即便猛的一催长边 长边急速收紧 试图将薛安困在当中 同时他还对一旁的谭可兴言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登天梯 这句话提醒了谭可兴 他立即朝着天梯冲去 其他人更是一勇而上 因为这天梯出现的时间 总共也不过一刻钟 若是错过了那可没地方哭去 梦丹盘算得很好 这个白衣少年显然 会是自家书院的一个敬敌 既然如此 那不如让自己将他困在这里 只要拖到天梯消失 那他就算实力再如何强大 也没有了机会 可理想是理想 现实是现实 就在谭可兴疯狂冲向天梯之时 薛安脸上的笑容猛地收敛 然后一跺脚 轰 一脚落下 剑芒四起 久未动用的红莲剑 一如潮水般涌现而出 瞬间便将困住自己的长边斩为碎片 梦丹问恨一声 一口鲜血随即喷了出去 同时脸上现出无限的震恶之色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个白衣少年居然还会用剑 而且剑翼还如此强横 不光他没想到 场中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上海洪浑身为颤 目中现出恐慌于庆幸之色 恐慌于当日自己居然受口征锋的蛊惑 去了西越客栈闹市 要不是自己剑机的快 可能已经成为剑下亡魂了 要知道此前上海洪只是觉得这个薛安实力强横 否则也不可能单手将扣针锋压成肉饼 却从未想过他还有这样一手逆天的剑术 所以他在恐慌之后才会被感庆幸 还好还好 自己算是有自知之明 主动取消了报名 不然就凭自己这点为莫实力 去了也是送死 跟他一样震恶 甚至更加难以置信的择药鼠唐笑了 他呆呆地看着薛安身周那盘旋不定的无数剑王 就仿佛看到了天外来客一样 怎 怎么可能 这个家伙怎么还会有如此恐怖的剑意 拳击他便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论文采自己不如他 论天赋这个家伙 俯一入起司总部便激发出了起司文山 现在连实力都如此虐天 这还怎么玩 而就在唐笑灰心丧气之时 就见薛安冲嘴角油带血痕的孟丹唯一笑 然后一盏手中折扇 你说你们书院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 可我现在就拿了 你怎么办 孟丹幕中现出屈辱之色 可当他看到远处的谭可信一马当心 眼见就要率先登上天梯之时 脸上不禁现出了欣慰之色 扇子再重要也是身外之物 只要自家弟子能第一个登上天梯 并在总文会上取得好名次 那比什么都强 可他的这个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因为就在谭可信冲到了天梯之前 准备跨步凳上去的时候 一道剑忙自他的面前斜掠而过 吓得谭可信击凌打了个冷颤 身躯不由自主地往后一退 紧跟在他身后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见他突然停住脚步不由心中一喜 大步上前试图争夺第一 但此人的结果也不例外 一道剑忙同样斜掠而过 将此人逼退 与此同时 就见无数剑忙自薛安的脚下汇聚 宁为一条巨龙后将其拖起 然后自众人的头顶之上飞过 这一幕影的远处看热闹的人群一阵骚动 但这还没完 就在薛安跨越众人到了天梯面前后 他并未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踏步而上 相反 只听他冷笑一声 天梯 呵呵 你也配 说着 就见薛安脚下剑锁化剧龙轰然冲出 于空中化为一柄巨剑 直斩而下 轰 一声俱响之后 天梯片片碎裂 只留一条通道延伸至山顶之上 这一幕看待了所有人 从来还没人在参加总文会的时候将天梯给斩碎的 还能这么玩 第2818章精便 薛安才不在乎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反正他是不会像这些学子们一样老老实实的攀登这所谓的天梯 甚至以此为荣的 在薛安看来 这些狗屁规矩其实就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束缚和剥削 原因无他就是欺负你无力反抗而已 但当你的实力达到一定层次后就可以无视这些规矩了 所以薛安才会一箭斩碎了这所谓的天梯 看着这条天梯破碎而成的通道 薛安淡淡一笑 这样看着才顺眼麻 说着薛安脉部跨入其中扬长而去 剩下这些来自各大书院的精锐弟子们站在原地面面向区 但下一秒 这些人便一涌而上 争先恐后的往通道之内冲去 虽说天梯没了 但能早一步进入其中也是好的 没准还能因此夺得一些仙金呢 更何况如今一刻钟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 若是没能敢在时间限制之前进入通道之中 那可就完蛋了 在这些利益的驱使下 这些平素眼高于鼎的书院子弟们也顾不得什么仪容姿态了 疯狂的涌入通道之中 这位来自雷鸣书院的谭可信自然也不例外 但他不是个傻瓜 尤其在目睹了刚刚薛安剑展长边的一幕后 心中更是如明镜一样 这个传闻中靠剽窃诗词欺世道明的少年绝非那么简单 至少不是自己或者雷鸣书院能够招惹得起的 由此谭可信不禁想到之前薛安当街斩杀金汉书院那未扣争锋的事来 怪不得事后金汉书院不但没有报复 反而极力撇清关系呢 原来早就知道这个薛安不是异于之辈啊 便及此处 谭可信的心中不禁充满了悔恨 但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 虽然说多了一番波折 但眼下文会要紧 所以谭可信便跟在人群之后混入了通道之中 谭可信之前是参加过一次文会的 所以这天梯通道他并不是第一次来 只是当时天梯尚载 若想登上山顶还需接受一番考验才能做到 虽然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谋练 这天梯考验已然流于形式 几乎不会有人失败 但好歹也是一番考验 而只要是考验就得耗费体力 哪有现在这样好 进入通道之后便是一番坦荡通途 谭可信心中暗喜 迈步便往通道深处行去 可刚走了没几步 他忽然发现前方那本来宣杂的人群 突然消失不见了 要知道为了不铺路 谭可信可是一直在队伍最后面的 但相隔的距离并不遥远 所以谭可信是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背影 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声 可到了此刻 本来的宣杂突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浓道化不开的雾气 谭可信心中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是那薛安搞的鬼 这个念头一出 谭可信立即转头望去 结果依然一样 身后的来路也已被浓重的雾气所笼罩 不仅如此 这些雾气还在飞速靠近谭可信 谭可信忍不住站立起来 因为这雾气实在是太诡异了 明明上一秒周围还好好的 结果一眨眼的功夫 雾气便将一切都给阻隔了 尽管如此 可谭可信好歹也是一方大书愿 亲力培养出的精锐 因此很快便冷静下来 然后深吸一口气 催动自身的气血 轰在他的深周左右浮现出一层淡淡的光雾 这是由他多年修炼而成的文气所构成 虽然单薄 但威力颇为不俗 用来阻隔雾气 简直是大材小用 至少谭可信便是这么想的 可万万没想到 这乳白色的雾气再触碰到这层光幕后 连一丝阻隔都没有 直接便穿越而过 谭可信的瞳孔为之一缩 他同样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异样 就仿佛这雾气只是寻常的空气一样 没有激起任何警罩 莫非这雾气真的没事 这个念头刚刚在谭可信的心头浮现 乳白的雾气便已来至了谭可信身前 然后将其彻底笼罩起来 谭可信立即屏住呼吸 生怕再吸入这些雾气导致中毒 可就在这时 前方的雾气之中传来一阵脚步声 谭可信立即升起了警觉 台幕望去 伴随着脚步声 前方的雾气之中浮现出了一道身影 当看清这道身影之后 谭可信悚然一惊 忍不住脱口而出 屈安果然 就见雾气逐渐散开 屈安缓步走到了谭可信的近前 然后微笑言道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敢进来 谭可信心中慌乱 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 但又感觉这样未免显得有些太雀弱 因此强撑着勇气言道 我 我为什么不能进来 屈安摇了摇头 你当然可以进来 但进来之后你就要做好准备 做好什么准备 屈安冷笑道 做好生死的准备 话落 屈安的身影便消失在原地 谭可信大惊 心之不妙 虽然他不知道 这个屈安为何放着重要的总文会不去参加 反而转过身来对付自己 但是已至此 他也只能应对了 只见他抱贺一声 姓屈的 你不要以为我怕了你了 说着 谭可信 瘋狂催动自身的气血 对深周左右展开了无差别的攻击 他不知道这个屈安去哪了 所以他只能采取这种笨办法来攻击防御 可就在他发了疯一样攻击之时 耳后突然被人吹了一下凉风 刹那间 谭可信就感觉自己的身躯都僵硬了 刚要反击 却听一声冰冷到不带丝毫人类感情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去死吧 噗 谭可信感觉后背似乎有什么东西插了进来 然后从前胸透出 他低头望去 就见一截漆黑同时略带弧形 好似虫子熬枝的东西从自己的胸口透了出来 鲜血顺着熬枝喷涌而出 直到这时 他依然没有感到疼痛 只是觉得胸膛之中冰凉无比 所有的力气似乎都被这截熬枝给吸收了 他慢慢闭上眼睛 在坠入黑暗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却是这个薛安怎么会有这种武器 只是他根本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彻底闭上眼睛坠入黑暗之时 外界亦随之掀起了一阵喧哗 第2819章制成之星可以前之 因为就在他刚刚踏入天梯通道之后没多久 层层雾气便将那通道彻底阻隔 开始人们还没太在意 认为应该是限制时间到了 可当雾气彻底成型之后 很多人的脸色都变了 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跟进入天梯通道中的这些弟子们的联系中断了 这绝非正常现象 因为以往登天梯之时根本不曾出现过这种事 大师兄 现在怎么办 刚刚跟唐师妹还有众多师舍弟子们的联系都中断了 有人满脸焦急的问卢辉 卢辉却没表现出太多的慌乱 只是目光沉静的看着远处的物系 自己于定中所见的画面终于要应验了麻 一念至此 卢辉的心不禁沉甸甸甸的 身为起司施舍的实际掌管者 卢辉的实力可能不是最强的 但一颗文心绝对是最纯净的 而文道之中一直有得说法 至诚之心可以前知 当然 这一直都只是个传说而已 毕竟很少有人能达到至诚这个境界 可卢辉就达到了 而且也确实可以模糊的看到一些未来的画面 只是这些画面一般都是杂乱无章不成体系的 根本就无法预测未来 只有当事情真的发生后 你才会恍然当初看到的那些画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尽管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未来 但卢辉却从未对人提起过 直到这次 当卢辉如往常一样打坐入定之时 却看到了一幅堪称恐怖的画面 巨大到难以想象的怪物正在吞噬天地 包括自己在内 无数的学子还有生灵都葬身于这只怪物之口 这画面是如此的逼真可步 以至于直接将卢辉从定中给吓醒了 等醒来之后 卢辉的额头上都陷出了冷汗 目中更是充满了恐惧 因为这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之前自己所看到的未来都是模糊不清的 唯独这次如此清晰可步 而且从那画面上的种种细节便可推断 这场劫难发生的场地正是在奎兴山 莫菲是在预示这次的总文会 在这种情况下 卢辉可谓是忧心忡忡 并不惜拼着再次受惊 折损文心的代价 重新入定 准备看得仔细些 结果依然如故 只要一入定 他就会看到那恐怖的画面 至此卢辉终于可以断定 这次的总文会定将出现大变 这也是他之前在跟唐孝说话之后 那般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 他所看到的画面是那般恐怖 如果真的发生 别说起司师社 就连西华城 甚至整个天地都将倾覆 这也是他没有阻拦薛安的原因所在 因此大劫 能多一份助力总是好的 尤其这个薛安还十分的神秘 连文圣排位都主动选择于他 没准这次的大劫 也就有可能破在他身上 当然 这些想法都只是他内心的活动而已 从未对外人说起过 直到现在 诡异的雾气遮蔽了天梯通道 并将所有的信息都阻隔了 这怎能不令卢辉感到惊恶凝重 先别急 且先等等看 卢辉沉声吩咐道 可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一道身影从那雾气之中跌落出来 这身影好似尸体一样 全无半点知觉 直直的坠落下去 有人惊呼 但也有人动作极快 一个纵月便来到了这跌落的身影之前 将其接住 而等看清这个身影的面容后 敢过去的人也不惊一惊 可信 声音中充满了焦急和惊恶 没错 这个敢过去的人正是雷鸣书院的梦丹 在自己的长边被薛安一箭斩碎后 他并未离开 反而十分不服气地留在了原地 他倒要看看这个嚣张的薛安能在总文会上夺得一个什么名次 可没想到众人刚进去没一会便发生了惊变 现是天梯通道被雾气封堵 紧接着从中掉落出了一个身影 当时梦丹离着最近 因此立即便冲了过去 可万万没想到接到手后发现居然是自家书院的谭可信 看他现在这双眸紧闭 气息皆无的模样 俨然已经受了重伤 梦丹不禁有些急了 怎么回事 可信 你怎么了 可不管他怎么呼唤 这谭可信都没有任何回应 这时雷鸣书院的其他人 包括其他书院的人也都赶了过来 一件昏迷不醒的谭可信 不禁全都变了脸色 有经善医道的人立即上前查看 可等检查半天之后 不禁全都疑惑的摇了摇头 奇怪 从他的外表看不出丝毫的伤痕 可不管是迈向还是奇迹都显示他已然重伤冰死 没错 我刚刚还检查了一下他的胸腹 发现他的心脏跳动十分微弱 并且周遭的器官都往一旁挪移了一些 就仿佛 仿佛什么 孟丹立即问道 就仿佛有一柄无形的利刃刺穿了他的胸腹一样 众人其皆莫然 有人更是紧锁双眉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有什么东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给书院精锐造成如此诡异的伤势呢 正当众人疑惑之时 有人突然产生道 你们快看 众人齐齐抬头望去 然后便看到了更为恐怖的一幕 就见高空中的雾气出现了无数小黑点 这些黑点迅速扩大 等叠出雾气之时方才看清 那哪里是什么小黑点 分明是一道道人引啊 刹时间 不管是古时台上的各家书院 还是远处看热闹的人群 全都被眼前这诡异而恐怖的一幕惊呆了 但很快便有人清醒过来 大声喊道 还不快接住他们 一语惊醒梦中人 随即各家书院的人便齐齐飞起 对空中跌落的这些身影进行拦截 很快 这些跌落下来的身影便被接住 同时惊呼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郑天师兄 你怎么了 天哪 徒人 你怎么也受伤了 起司施舍自然也不例外 派去参加总文会的人几乎全军覆没 看着这些双眸紧闭的施舍成员 卢辉念陈似水 目中似有一团火在燃烧 大师兄 刚刚查过了 除了唐师妹外 派去的其他人都已经跌落出来了 第2820章伟基 听到这句话 卢辉双眸中那本来隐隐燃烧的火光迅速赤裂起来 我知道了 说吧 卢辉一挥手 将受伤昏迷的人都集中起来 可是他们现在这种状态不加以救治的话 卢辉摇了摇头 他们现在的状况不是寻常手段可以救治得了的 未经之计只能等待理念的结果出来 理念的结果出来 问话之人一脸蒙逼 卢辉深吸一口气 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审声道 你们在此守候 我进去一趟 不行 卢辉的提议立即得到了整个启司施舍的反对 您是启司施舍的大师兄 所有人都要仰仗于你 怎能轻易涉险 所以还是我去吧 一鸣大如言道 得了吧 就凭你那点能耐进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我上吧 旁边有人反驳道 这些大如踊跃发言 全都想进去一探究竟 正在这时 就听远处天际传来一声尘喝 稍等片刻 我来了 随着话音 就见一道身影蜡在起司施舍的古石台上 正是本该在思过崖中闭门思过的唐正 见到他的到来 这些大如们便是一愣 你怎么来了 就是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思过崖麻 唐正的面色很不好看 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了这片地的伤员 因此沈声道 没错 我确实是在思过崖 可刚刚我突然发觉跟妹妹之间的血脉联系断了 同时施舍之中众多弟子的神念联系也断开了 我就知道出了大事 因此立即赶了过来 说着 唐正看向卢辉 大师兄 到底怎么回事 不带卢辉解释 旁边已有人将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 等听完之后 唐正勃然色辨 立即言道 这么说来 我妹妹现在还在里面生死未捕 卢辉点了点头 不行 我要去里面找他 说着唐正就要动身 卢辉伸手拦住了他 你不能去 为什么 唐正急道 双眸之中引现鸿芒 他只有唐孝这一个妹妹 自小兄妹二人便相依为命 现在唐孝身陷怪物之中生死未捕 身为哥哥的他怎能不着急 不光是你不能去 连他们都不行 先别急 这并非不相信你们的实力 而是你们都无法做到如我这般文心志诚 文心志诚 听到这四个字 这些大儒们全都面现沉思之色 能出现在这的都不是一般人物 自然明白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思 因此很快便有人犹疑到 你的意思是说 这怪物跟心境修为有关 卢辉点了点头 没错 这些受伤之人体表全无伤痕 但表现却跟受了重伤一样 这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他们全都深陷幻境之中 最终才导致了这个结果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不管是唐正还是在场的这些大儒全都勃然色变 什么幻境能有如此恐怖的杀伤力 是啊 还没听说过有能同时控制如此多书院精锐弟子的幻境 在这些大儒的认知当中 幻境即便再厉害也只是幻境 只要堪破就没什么杀伤力 可如今这满地昏迷不醒的书院弟子们却打破了他们对幻境的固有印象 你们当然不会听说过 因为这幻境绝非一般 卢辉抬起头蓝蓝蓝道 全集他又低头看向了唐正 我走之后这里就先交给你了 记住一定不可轻举妄动 唐正本想再说些什么 可当他看到卢辉那极为严肃的神情后不禁闭上了嘴巴 然后重重点了点头 好 那大师兄你务必要小心 卢辉微微一笑 并未答话 一跺脚整个人直飞而起 眨眼间便冲入了那鬼物之中 与此同时的唐笑 则在经历一场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 唐笑是第一批进入这天梯通道的 可他刚刚踏入其中没多久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首先就是深周左右那些一起冲进通道的人突然之间全都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其色乳白浓到化不开的雾气 唐笑历史警觉起来 这些雾气显然是有问题的 否则刚刚还喧闹的周遭也不会突然死即下来 虽然不明白好好的登天梯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但危险就在眼前 已经由不得他多想 因此他深吸一口气 做好了御笛的准备 而也就是在这时 前方的雾气之中缓缓浮现出了一道身影 同时出现的缓有女子的哭泣之声 在这寂静的雾气之中显得分外甚人 哭声入耳 唐笑略一恍惚 旋即便听到了一个慈祥中带着无限悲怆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我的人你在哪里啊这是 唐笑的眼睛逐渐睁大 然后便见前方的雾气逐渐散去 现出了一名女子的身影 当看到这名女子之后 唐笑止不住的一颤 然后便难以置信的喊出一个字 娘伴随着她这一声呼喊 面前这名女子的形象迅速具现起来 从开始的虚无缥缈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见这是一名四五十岁的中年女子 衣着锦绣面容光洁 显然是一位养尊处优惯了的贵妇人 而当看清这贵妇人的面容之后 唐笑的眼眶瞬间变红了 又一次大声喊道 娘这次的语气中再无半点质疑 只有无限的伤感和委屈 而在听到她的喊声之后 这贵妇人的脸上也浮现出浓浓的悲淒之色 我的人你让为娘找的好苦啊 这么多年你都去哪了 说着这贵妇人快步往前走来 唐笑泪如雨下 我这些年来一直跟着哥哥生活 还以为你跟我爹都已经死了呢 娘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了 傻孩子当年我跟你爹确实已经死了 但为娘一点灵事不灭 一直在暗中保佑你们 这次你遭逢大灾 为娘我实在放心不下 所以才想办法显现出来 出话之时 这贵妇人已经走到了唐笑面前 只见她脸上满是慈祥的笑容 伸手就要去搂抱唐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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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